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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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了很多一時之選的異見女性跟精英 要來跟帶大家一起探討 兩岸 變動下的兩岸關係 新展望 那麼首先呢 如果說我們要一個很好的論壇的體質 那麼我們也需要有優質的觀眾來幫撤 所以現在也麻煩大家配合我一下 把你們的手機 現在的手機拿出來 要嘛就是關精英 不然是關正中 那如果也要關飛航模式 我也不反對 雖然我們現在不是在搭飛機 總之呢 就是不要讓你的手機 在議程的過程當中亂想 好不好 可不可以大家記得把它拿出來 包括我的獎兵也是 我曾經碰過一個場合 獎兵電話拿起來響了 對不起 我現在在台上的獎兵 其實這個情況呢 我們希望在今天都不要發聲 那麼我們就有一個非常高底子的論壇 好不好 那麼首先呢 我要請我們今天相當論壇的主辦人 江主席上台 或我們計算今天的嘉賓 請江主席上台 謝謝 我們各位講者嘉賓 各位我們相當論壇的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我們在香港 常聽到人家說 兩岸關係 兩岸的發展 真是無解 我想 由我們這個相當論壇的立場 不是無解 而是我們大家可以來探討 來研究 希望兩岸如何找出一個可行的方式 能夠讓兩岸的關係能夠和平發展 繼續推動下去 這也是我們繼續要辦相較論壇的主要原因 我非常感謝各位的關心 跟各位的支持 那麼現在呢 我再次的向各位表示謝意 謝謝大家 我們知道台灣呢 從去年的318的這個太陽花學運之後呢 再加上國民黨七合一去年底的選舉挫敗之後呢 可以說是讓兩岸的關係拖緩下來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 在318的這一次的台灣花學運之後 台灣整個社會都會改變了 那國民黨的政策也延緩了 所以大家擔心 是不是就因此衝擊了兩岸關係 那我們現在要談到兩岸關係 我們面對的是明年的選舉 我們明年的總總大選呢 是在1月16號 所以呢 1月16號 1月份的的確確是不遠的時間 那麼現在呢 民進黨蔡英文主席已經就位 國民黨呢 還是在屋裡看花 大家尋尋命義 還沒有人出來表態 那麼最新的消息是 國民黨的前副主席洪秀柱 就出來講 說國民黨啊 再沒有人出來選的話 那國民黨就等死吧 所以這是多麼痛心的一句話 那麼現在呢 因為這個面對人的大選 那有一些不定數 最主要的關係是 兩岸關係是影響台灣總統大選 中的重要的因素之一 那北京畫下的底線 北京說九二共識 才能可兩岸的和平發展 那沒有九二共識 那個習近平說得很嚴重 被地動山搖 那麼現在呢 我們知道是民進黨對九二共識 他們沒有回覆 同時認為九二共識呢 民進黨認為沒有這一回事 等一下呢 我可以請起這個民進黨的主講嘉賓 來做一個詮釋 那麼現在有沒有任何的替代方案 如果沒有替代方案 你又不承認九二共識的話 那麼會不會民進黨會在下一屆 是不是一定能夠選上呢 那如果民進黨選上了之後 兩岸關係會不會有改變呢 所以說這也是我們大家共同關切的 那麼再談到這個香蕉論壇 我們香蕉論壇有個特色 我們從開拜以來 從來都不是一家之言 我們是多家多元化各種不同的政黨立場 這個學者專家 在這裡發表他們不同意見 在這裡激盪出這個火花 那麼也代表了台灣一個開放的社會 多元文化的這個台灣社會的一個氛圍 那我覺得香蕉論壇 今年我們進入了大陸 我們去辦文化論壇 我們去辦金融論壇 但是有關兩岸的議題呢 我們一定在香港辦 因為在香港的言論空間 讓我們能夠自由發揮 香港的言論空間可以百家爭鳴 所以說在這裡呢 我跟大家一樣 我們非常的珍惜香港的地位 跟香港的功能 我們也很期望 香港能有更大的愛心 更大的包容度 讓我們來維持香港的和諧的氣氛 然後維持香港能夠的和平穩定 我想我講的這句話 在座的一定跟我是有同樣的一個感受 那麼在香蕉論壇辦了這麼久之後 我們有一個想法 這個想法就是說現在兩岸關係的進程 進入不同的階段 那麼我們現在就應該有新的思維 還有新的做法 那麼建議呢 我們希望今後能夠成一個兩岸的智庫 就像我們的香蕉論壇一樣 有各同不同立場的人 不同背景的人 都能夠參加這兩岸的智庫 如果這樣子的話呢 才能得到一個平和的訊息 那我覺得我們最擔心的是兩岸的誤判 這個誤判的形勢呢 會造成兩岸關係的緊張 所以說我們現在所做的 就是我們一個前瞻性的做法 也希望兩岸關係能夠和平發展 繼續往前推進 那麼我覺得今天在這裡 我們又談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 是兩岸問題 可是兩岸問題 隨著時間的變化 隨著台灣內部的形勢的發展 以及兩岸的一個變化 所以說呢 它會有不同的議題 同樣一個議題不同的詮釋 或不同的結果 所以說呢 今天我們的探討 我想借重了台灣 我們今天來的學者專家 有藍的 我們有兩位藍的 有兩位綠的 有一位無兩級的 白的 所以說呢 我們這平台上呢 是非常的開放 大家都可以嚴守預言 我們這個 在香港呢 我們想感謝 我們這樣的一個特色 這個北京參考消息 曾經報導我們的香蕉論壇 它是香港獨家的風景 所以說這是很特別 然後我也很感謝特區政府 為我們香蕉論壇 開了一個綠色的通道 就是過去 你是台獨背景也好 你是綠營的背景也好 經過我們香蕉論壇的邀請 都能夠來到我們論壇 發表上的高論 甚至過去台獨理論大師 林羅水先生 也都來過兩次 所以說這樣的一個溝通平臺 我覺得是非常有幫助 而且在現在兩岸 各說各話的期間 我們怎麼樣去找到一個共同點 那現在呢 可以說是兩岸的兩會 海基會 海協會 停了一段時間 沒有交往 我們總覺得 還可以繼續相前進 我們也希望 在最近的期間 兩會又開始 能夠會談 今天我們很榮幸地 請到了海基會的副董事長 周靖翔先生 那麼他過去呢 也速度地來過香港 對香港很有認識 很有了解 也有感情 我想用他來談談 他今天的主講的嘉賓 他講的議題是 面對2016的兩岸關係 是向前進呢還是倒退 也許各位覺得這是一個問號 那麼這個問號呢 我們由周濟翔副董事長來給我們一個答案 我們有請周董事長 大會的主持人江主席 各位郭林町 特別是我 我們一起從台灣來的幾位好朋友 還有在座的各位先進 各位女士各位先手 我應該首先要感謝江主席啊 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們到這裡來啊 跟一些即便在台灣 都會不會見到沒有 有機會 那 剛剛江主席提到 我們在座有兩位 藍的兩位綠的 還有一位是蘆菅老師 蘆菅老師 蘆菅老師 這位就是我的老師 老師我特別有壓力 那麼我跟各位分享的題目啊 那麼我跟各位分享的題目啊 是2016大選前的兩岸關係 我加了一個目標題啊 前進或是倒退 你的問號 那麼我首先要破個題 這個所謂大選前啊 那麼現在台灣的中央選舉委會 已經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在明年的1月16號 那一天是禮拜六 然後進行選舉 所以 算起來 距離今天啊 我們勝不到十個月 勝不到十個月 那麼 在這之前的兩岸關係 應該說兩個不同的面向 就是實戰的問題 那實際上會是怎麼樣 那麼應戰的問題 應該要怎麼樣 那我首先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我們應該講 這只是代表我個人的前進 而不代表我現在工作的機會 那很多人都會說 除了前進還有倒退之外 是不是有第三個選項 就是不進也不退 然後在我待會兒的報告裡面 並沒有所謂維持現狀在於選項 那我現在就開始進入我的報告 那麼首先啊 我們要看2016大選前的兩岸關係 那麼從時間點上 應該要一個這個溫水 那麼這個在我看 就是在九合一前後 選舉前後的兩岸關係 那麼我現在把它細分 在去年11月29號之前的兩岸關係 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那麼我把這個當時陸委會 王主委 王俞主委 王俞主委 他在2015年1月22號 他在這個年終的記者會上 所提出來的 歸拉出來的幾點 跟各位做個分享 那麼王主委在他1月22號 今年1月22號 年終記者會的報告裡面提到 那麼在去年的兩岸關係呢 有了很大的突破 首先第一個是 揮動了兩岸官方互動的常態化 建立了溝通聯繫的機制 那麼各位都知道 王主委在去年曾經兩次 跟火台辦的張志軍主任見了面 那麼第二個成就 是簽署氣象合作和議政監測合作協議 這兩個協議 簽署了兩個協議 那麼以及檢討了協議成效的 那麼各位知道 在這兩個協議之前 台灣兩岸兩會曾經簽署過 19項協議 那麼也就是通常我們兩個會 在高層會談的時候 除了要討論 當時要簽的協議之外 也會回頭去看看 已經簽的協議 到底有哪些該檢討 該改進的 那麼因此在過去 在九二一選前 大概第二個成就就是簽署了 這兩項協議氣象 以及議政監測 這兩個合作協議 那麼並且檢討了 過去這19項協議的一些成效 那麼也推動了兩岸協議監督的法制化 那麼各位曉得 現在這個案子正卡在立法院 希望能夠能夠快點通過 第三項成就應該說是 建權兩岸的交流法制 建立了友善活動 而且是保障人權的環境 那麼這是在九二一選舉前 那麼九二一選舉後的兩岸關係呢 那麼就出現了一個狀況 首先因為選舉前後的出現 那麼很多人都在提 到底聯岸關係怎麼回事 在這次的選舉 雖然是九下架在一起 那麼到底聯岸關係在九二一的選舉裡面 它是不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是不是九二一的選舉結果 受到這個聯岸關係的影響 那如果是有影響的 那麼對國民黨來說 是不是過去推動聯岸交流 並沒有獲得台灣人民的支持 所以選出這樣一個結果 那麼從北京的角度看 是不是大陸的推排政策沒有做好 那麼因此在台灣產生的一些好效果 還影響到國民黨的選票 所以就有這樣一個不同的說法 那麼特別是從選舉結果出來之後呢 我們看到在今年年初 兩岸關係好像進入一個低潮期 從元旦1月1號 這個雙向元的升起波波出現 那麼造成一個衝擊 那麼再有M503螃線的波波 那麼這個使得兩岸在這裡 好像表現出來嚴重的負性不足 負性不足 那麼我本人也經常會質疑說 這個海岸關係既然是這樣的負性不足 那你在這個時候跑到海鮮去幹什麼 你到海鮮去做什麼 應該是兩岸關係 如果不容樂觀 各位曉得我是2月1號 生肖借料到海鮮會 從台灣大學的教授 我本來是要休假一年了 放棄我的休假 那麼到借料到海鮮會工作 那麼這種情況一直要到1月下旬 中共中央2015年的對台工作會議之後 大概有一個定調 我們看到北大陸的對台工作會議 首先是肯定了2014年有政策路線方針的正確 但是他強調要加強三中一清 對台的三中一清的工作 那麼也有學者指出 也有大陸學者就指出 對台工作沒有所謂檢討問題 認為是對的 這個方向是對的 並沒有需要檢討的這些問題 那麼這是在選後出現的一個 應該說出現的一種 一大陸的這樣一個情況 那麼嚴格講 目前的這樣子的兩岸關係 目前的兩岸關係 應該是66年來最佳的一個情況 這大概是大部分的學者專家 甚至國際媒體也都持同樣的看法 就認為 兩岸關係 從1949兩岸分治以後 這66年來 那麼兩岸關係的發展 一直到法政府執政 法政府上台以後 從20080以後 浪漫的走出來 今天這樣一個和平發展的這個局勢 那麼 以兩會來講 我們已經簽署了21項的協議 那麼從官方的接觸來講 從王章會到即將可以看到的下章會 那麼一直到M503螃線 這樣一個特殊的溝通的方式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兩岸關係 好像並無相選後 有些媒體有些學者所看到的 是出現一種相當悲觀的這樣一個情勢 那麼尤其M503的這樣一個溝通的過程 這個溝通的模式 在我看是一個非常值得稱道的一個模式 那麼在這過程中 有種種不同的看法 甚至有非常悲觀的看法 認為說 這兩岸 因為M503 我有這個劍馬武藏的這個情勢 在我看 現在看起來 好像都是 有一點過度的緊張了 那麼 那麼我針對這個題目 就是2016大選前的兩岸關係 要來分析 到底是前進 還是倒退 那總要有一些判準 總要有幾個判準 那麼以下 我就提出幾個判準 來做一切多的討論 也請各位來指教 首先 就是大選的共犯的效應 那麼隨著2016大選的 所見的接近 剛剛江主席提到 民進黨 大概 國一候選人 已經 可以說是就位了 雖然還有一個程序要走 不過 大概5月 應該就可以就定位 那麼國民黨方面 好像到現在為止 還不知道 這個 這個半遮面的一種情況 但是 這個程序 不會走得太快 那麼不管是 誰來出選 誰來從事這個選舉 那麼大選的這個 共犯的效應 應該是存在的 也就是說 兩岸關係 應該是2016大選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因素 是兩岸關係來決定影響 來選舉的結果呢 還是選舉會去影響到兩岸關係 那麼 有很多的學者 在最近 提出一些 他們自己的看法 提出了一些他們自己的看法 那麼 特別是 有我的好朋友 裏頭說 這個 史之瑜教授 他就提到 其實 其實大家在批評 蔡英文主席是空心菜 史之瑜教授就認為 他哪裡是空心菜 其實 他有一些 他的對稱 他的戰略是非常清晰的 非常清楚的 因為他不會公然宣護台獨 他對九二共識不承認 不否認 不討論 那麼他還跟華盛頓 定期進行戰略的再保證 這個戰略清清楚楚啊 怎麼會不清楚呢 一點都不空心啊 但是 但是這樣一個作為 是不是將來可以保住 外交兄弟 不知道 能不能保住大陸 對台灣的經濟的優惠 不知道 很有可能 但是 能不能保住 兩岸的和平 大概也行 所以 蔡主席的戰略 應該是清楚的啊 我的另外一個好朋友 這個 這個 陳一熙教授 他最近 也在中國時報 寫了一篇文章 標題叫做 《北方看過蔡英文的手腳》 那麼他這邊提到 這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廣問團 這個羅伊斯 這些人到台北 跟蔡主席見了面啊 那麼 羅伊斯 他們問了蔡主席說 台灣 既然要參加RCEP 為什麼明天還要支持太陽花學運呢 第二個問題 他說台灣參與TPP 台灣想參與TPP 那麼是不是已經準備好了呢 那麼有沒有心理準備 那麼要不要面對美 美牛已經對台灣造成過一個傷害 那麼美豬呢 如果美豬要進口 那你有沒有準備到美豬進口 可能要面對台灣人民的反彈呢 第三個 那麼在海外關係方面 那麼美豬都知道 蔡主席以三個有力 跟三個堅持來回應 大陸引導人 習總書記 他關於要台灣接受九二共識的呼籲 那麼 蔡主席有一些說法 但是網路團提出來的問題 你是不是有一個可以同時被華盛頓跟北京 共同接受的一種說法呢 那麼這個陳昌文教授 曾經在 也在一篇文章裡面提到 他說蔡主席啊 這個三個有力跟三個堅持啊 其實是正確的 正確的 因為他提到的都是一些原則性的東西 比方說 三個有力 必須有力於國家自由民主的發展 必須有力於區域和平安全穩定 必須有力於兩岸的互惠互利交往 那麼三個堅持呢 就是政府的決策 必須 必須透明民主化 交流的過程 必須多元與機會平等 交流的成果 必須維護公益與社會公共 這都是正確啊 可是這個正確之餘啊 是一種空洞的正確 那麼對蔡主席的這些說法 我們今天在座的兩位綠營的朋友在這裡 剛剛江主席特別提到 希望他們有 進一步的做一點說評 讓在座的各位先進可以來示意 但是我個人認為啊 其實到五月份蔡主席正式成為這個候選人之後 到明年一月大概有大半年的時間啊 我個人大概在一年多前我就提出來 我說蔡主席如果從你性選擇的考慮 角度去考慮呢 那他一定會在關鍵的選前的關鍵時刻 做出一些調整 完成他的最後一路 那麼問題在北京或華盛頓 能不能接受他的調整的一種說法 關鍵在那裡 那麼這是第一個 這個選舉的動伴效應之後 對蔡主席他的回應啊 那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我們必須觀察的一個判斷 那麼第三個 第三個判斷就是 國民黨現任的朱主席 他到底只能看待聯安關係 那麼有人說 他是不是可能是成為候選人 這個我覺得我不知道 但是朱主席 他現在是國民黨的主席 他是 他可能是至少 他是這個大選的最主要的 補選的 負責補選的人 那麼他對九二共識怎麼看 那麼大概不久之前 他來到這裡 香港他也提出 他會延續九二共識 那麼這樣子的說法 那麼應該可以表示 國民黨在他領導之下 還是會做九二共識這條路 那麼第四個判斷 大概大家比較關心的就是 那馬東彤怎麼看 馬東彤在最近 大概在 接見過我們新任的這個夏夫衛的時候 他很清楚地表達這個夏夫衛在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透露出來的訊息 就是馬東彤告訴他 儘管只有剩下一年到明年520吧 一年兩個月不到的任期 那也就因此而活腳啊 兩岸關係還是應該往前走啊 所以馬總統的態度 我想在 藉這個機會來表示非常清楚 那麼第五個判斷 我覺得要看看大陸領導人 也就是習總書記 他最近提出來的四個堅定不移 這四個堅定不移 共同政治基礎 堅定不移的為兩岸同胞模糊子 堅定不移的攜手實現民主的復興 那麼從習總書記這樣的說法 你可以看到到 大概大陸方面也希望兩岸關係 能夠繼續往前走 這是第五個判斷 第六個判斷 我願意在這裡提出來就是 我們看到國際社會 對兩岸關係的基本的看法 那麼特別是美國方面的看法 就是希望樂於見到兩岸進行對話 兩岸能夠和平發展 所以國際社會大概也希望 兩岸關係不要因為一時的選舉 而一些或是一時的活動 而局不前 第七項判斷 我想在這裡也特別要提出來的是 台灣的民意 台灣的民意 我所看到的一些數據 我所看到的一些民調 我個人也長期研究兩岸關係 那麼我應該很清楚的知道 看到大概一直有 將近70% 70%以上的民眾 是非常的支持兩岸關係 應該要繼續發展 那麼總結 以上這七個判斷 你怎麼在這裡 願意 你個人的身分 便非常肯定地告訴各位 2016年大選前的兩岸關係 到底是前進 到底 我願意很複雜地講 是可以期待的 兩岸關係是可以期待的 一定是會往前走的 我在這裡做個簡單的 簡單的舉個例 舉個例來講 簡單的舉個例來講 以我二月初 我二月二號到海區的報道 二月三號通過董事會 才認吳董事長 那麼二月四號 立刻就發生了 附近航空的空難事件 沒有任何時間 讓我必須要立刻去投入空難事件 去處理空難事件 那麼我舉一個例子 這三十一個 會議上有三十一個陸客 其中二十八位 母姓避難 那麼避難者有兄弟姐妹 也有父母跟小孩 那麼在今年除夕的前一天 我特別到我們的醫院去看 剩下的一位重傷者 他全身是這個骨折 開放性的骨折 他有大概做半身 動都不能動 躺在病房 我去看他那一天 因為過年了 除夕了前一天 我一定要去看他 剛剛才從家戶病房 轉到不同的病房 那麼我先前去看他 我去的時候 我心想 我一定要會面對一個很尷尬的場面 因為這一位重傷者 他是帶著太太小孩 一起來台灣觀光旅行的 想不到空難事件 他就剩下他一個人 那麼我想我心中做了準備 我想我可能要接受他的很多的責難 想不到他竟然毫無怨言 他竟然 我問他 有什麼需要我們政府大會 有什麼機會來幫忙的 他沒有 他就是謝謝 其實跟我說謝謝 那我覺得 我有一個很深的很深的感受 各位曉得 我們海市會 它有三個主要的功能 第一個是協商 那麼在兩岸建立了官方的常態性的聯繫機制以後 那麼官方的接觸多起來了 所以海市會在協商的這一塊 它的功能弱化 那麼另外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交流活動 我們不盡 我們盡所有的可能來推動兩岸各種交流 那麼更重要的是服務 我們海市會有數據可以給各位參考 我們的服務是一種全方位的服務 就以2014年來看 我們服務的項目 包括在法律案件有346509件之多 這麼多 那麼台商的糾紛的處理有511件 那麼包括旅行另外還有輪教 各方面的服務 所以服務工作在我看 是當前海市會非常重要的項目 而這個服務工作 才是真正能夠讓兩岸人民能夠有感的 我們常聽說過去兩岸關係最壞的是 它帶來的和平紅利沒有讓多數人分享 可是我在這個空難事件 有一個很深的感觸就是 把服務工作做好是一個最基礎的 就像堆積木一樣 當服務工作做好之後 慢慢的去累積復興 那麼在復興累積了之後 才能夠從這種所謂低政治的這些事務上 往高政治的議題 所謂政治性的談判 這種高的政治議題才能夠去解決 那麼在兩岸沒有好好地建立這種 復興的時候 大家互相採議的情況下 必須要透過這樣一個踏踏實實的 腳踏實地的服務去累積一些合作的經驗 那麼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跟各位報告 在這一次公開事件 我們在事後也徵詢過大陸有關各方面的意見 甚至當地 因為大部分都是福建來的夏眠的居民 我們也問過當地的政府 他們這些商者他們的家屬到台灣來 我們一起給他們度過最艱難的時候 我光是殯儀館去了三次 我們一起做法會 一起讓商者能夠心靈得到苦味 甚至讓往生者透過宗教的儀式 宗教的活動 希望他們放下 放下他們在人世間的一些牽掛 能夠好走到西方的極樂世界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兩岸人民 我們一起共同來做一種追師的活動 一種讓往生者能夠放下的這些活動 我真的很深刻地感受到 特別那一天半夜11點多鐘 我離開我們的第二殯儀館的時候 我雖然心中有一種 腦看裡有一種很 雖然很疲累的 但是我覺得好像特別地得到平靜 在法師的引導下 我們一起很長的時間念了金剛經 來祈求靈魂的這些往生者 能夠放下 能夠平安地到他們的情樂世界去 得到一種內心得到一種非常的平靜 我覺得兩岸關係就是要往這個方向去走 今天存在兩岸之間的很多問題 並不是都是只有主權啊 只有獨立不獨立這些 事實上我們在第九次兩會的高層會談的時候 就已經講好了 我們還有六項議題要談 這六項議題是什麼 我簡單地跟各位做個報告 這六項議題包括 FFA後續的貨品貿易爭端解決 兩位的不設辦事處 還有避免雙重課稅 以及加強稅務合作 你想想看我們的台商在大陸投資 他當地政府要課他稅 回台灣台灣政府也要課他稅 雙重課稅的問題 那麼包括環境保護 環境保護合作 霧霾 我昨天來的過程中 離開台北的時候 31度太陽子照 可是上了這個楊高架橋 你看 霧霾一片 你當然不知道是霧 還是有毒的氣體 不知道 但是我們兩岸隔了這麼近 大大的霧霾很快就 就看到台灣上空 我們要不要共同來 面對這樣一個霧霾的問題 環境保護的問題 那麼另外 因為這一次的空難 更讓我們體會到 飛航安全很重要 飛航安全 那麼飛航應該適用什麼樣子的標準 這個 所以飛航安全以及 飛航四航標準的這個合作 我們兩岸要不要共同來面對 兩岸現在總共有400多個航班 420個航班在飛 想想看 乘以二大火大概800多 這麼多的飛機 就在上面飛來飛去 那麼這裡面的風險多高 我們要不要考慮到老百姓 人民的安危 我們要不要來面對這個問題 那麼另外 另外 新增的兩個主要議題 包括 現在很多大陸客 很多大陸的旅客 他要到其他地區去 可以不會讓他們經過台灣 來中轉一下 就是陸客中轉的問題 那麼另外 兩岸經濟合作 以及雙方要共同去參與經濟的整合 那這個我們也做了一個承諾 我們要共同來研究啊 我們應該一起來 而不是去考慮那些高層次的 台灣要的鼓勵 台灣要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 跟人民的生活 有一點妥協了 所以面對一個是 現實的生活的問題 像我們今天中午 我們幾位 特別我們許天才委員 非常難得 他的夫人 兩年之間 減輕了27公斤啊 今天中午就跟我們分享 我們談的不是什麼 台灣要不要獨立 你們來得怎麼樣 我們六月 不是這個 而是包括我們許天才委員 他兩個月減輕了7公斤 我就要問他 我操縱 我醫生是病 我要怎麼樣 我們談的是 生活上的這些問題 其實在我們兩岸之間 也存在很多這種生活上的問題 所以兩岸關係 要不要往前走 我認為這是 無庸置疑的 這是必然要走的一道路 一直從這些角度來看 我個人對大選前的兩岸關係 我是非常的 應該說非常樂觀的 那麼再過去 我們從去年2月27號 兩岸第九次高審會談之後 已經拖了一年多了 兩岸的高審 還沒有兩會 兩會的高審 我們的林中 森林董事長 跟大陸汉協會的陳會長 已經有一年多 沒有人多進行第十次的高審會談 那麼包包包夏總委 他跟這個張之君張主任的見面 也應該要盡快的來進行 那麼包包剛剛有媒體問我 主席會說我當然樂觀其成啊 我們台灣人民應該樂觀其成啊 兩岸之間有攸關了兩岸人民權益的 這些都是生活層面的一些問題 我們必須要面對共同解決 讓兩岸人民能夠生活得更好 能夠更順利的交流 我覺得這也是我到台機會 將近兩個月很深的一個體會 我藉著今天這個場合 提出來跟大家來分享 非常謝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 謝謝大家 各位看到我左邊 右邊 你的左邊是一藍一綠 我的右邊也是一藍一綠 我弄得是衝破藍綠 我記得上次的論壇的時候 我把藍的在一邊 綠的在一邊 他們交鋒的時候有點遙遠 所以我這樣安排 讓他們可以就近交鋒 今天在開始之前 我也要講一下 各位拿了一個袋子 袋子裡面有信仁大師 給我們今年陽年的一個灰春 同時呢 他也送給我們一本書 Jeser旅行者365日 您翻一下 這本書呢 可以說匯集了古今中外寧人的 一些生活的啟示 非常地有用 我回憶了信仁大師 但是呢 我不是一個很好的徒弟 我到現在呢 還是不能完全吃素 我是美食的欣賞者 但是我覺得我們奉行這個佛教 剛剛呢 周濟祥的副董事長 他的講話我覺得 他也是佛教徒 所以由他的講話當中 感覺到這種佛教的一個慈悲 他的心靈就發現 那麼現在呢 剛剛開始是周濟祥副董事長的講話 那麼他是代表海金會 也就是說代表政府的 那麼現在呢 藍的講完 我們將綠的來講 這是許天才立法委員 那他是做過兩屆的台南市長 他把藍天變綠地 而且兩屆的台南市長之後呢 讓綠地很難再被藍一百翻身了 所以現在是賴清德 繼續是民進黨來治理 那麼這個許天才現在給我們 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他非常的樸實 他當這個市長的任內 他有很多的政績 他沒有太多的 像其他的政治人物有輝煌的財產 但是他有豐富的政績 我們對他是非常的敬佩 剛剛呢 周董事長也講到說 他的夫人本來是74公斤 現在是47公斤 而且呢 是整個身體是非常狀況非常的好 所以呢 我想下次請他來 因為我們這些需要減重的朋友們 還有一場演講 所以我們有一場演講呢 是台灣的這個 這個福茂 這是 國民健康署的署長 邱淑基署長的演講 講的就是減重的問題 接下來呢 我們在追求財富 追求事業之上 我們要開始注意到 追求我們的健康 這是其外化 因為我看到許天才市長 就會馬上聯想到 這種健康的問題 那麼現在我們請 許天才利保委員 謝謝 謝謝 謝謝江主席 跟各位夥伴 還有各位貴賓 各位媒體界的朋友 我好久好久還沒來到香港 而且我簽證是昨天下午五點鐘才拿到 所以我來的是特別珍貴 特別珍貴 有關台灣跟中國大陸兩岸的關係 這是世界一個一直很注意的議題 不只是我們兩岸三岸的朋友 這一個關係 然後 剛才這個 中國董事長提到 這個 兩岸的主席 就是中國共產黨 跟這個 最被看好 政黨在樓梯的 這個 民進黨 兩位主席 蔡主席在 今年5月1月20號 提到 三個有利益 三個堅持 然後 這個 基礎席提到 這個 市的鑑定 那很簡單 因為我們是經濟的 那 這個 數理經濟最簡單的就是說 欸 這兩個函數有沒有消極 那你看就有兩個消極 一個消極就是 和平 一個消極呢 就是利益 富利 所以 2016 不變很奇怪 但是 會變壞呢 也 特別奇怪 更奇怪 因為大家都說要和平 要富利 那怎麼會變壞呢 那可能 認為說 對和平更長遠 更堅決的保障不夠 所以要做一些改變 所以改變是必然的 所以 改變是必然的 改變 我把它定為 或許難免的 偷動 而不是大變動 因為我們看歷史 這個 聯合文西 至少有今天 是超過三十年以上 逐漸 從量變變 變成紫量 發展過來 它最低的動能 最低的動能 最低的動能 這個 共襲雙方 或是交往雙方的 這個 自我的需求 當台灣 在1970年代 持有危機以後 它沒辦法有效的 進行內需的 一個改革 跟提升 因為它本身人活少 然後它的這個技術呢 跟市場擁有呢 都是所謂的 被動性的 這種情形之下 它又不得不 更進一步的依待 所謂的外銷市場 不管是 這個 人活越來越少 還是這個時候的需要 不斷的提高 都更進一步 需要外銷市場 但是以本身 過去所謂直接交易 直接交易的 這個方式呢 台灣的外銷市場 沒辦法繼續成長 所以只好 採取間接交易 那間接交易 就是三角交易 那這個貿易 三角貿易呢 對台灣 廣大的中小企業來講 就是 尋求 這個 新的 生產基地 這是70年代 石油危機 以後 必然 發展出來的起始 到1980年代 是 台灣中小企業 或是台灣的資金 資本 跟企業家 大量 外流的 這可能性提高 因為 台灣的外匯 價值累積 然後這個 整個 整個物價 國際的環境呢 又恢復不穩定 所以台幣呢 這個 從 這個 升值 然後 後來是稍微貶值 但是呢 以今天來講 這個 過去的40塊 變成28塊 今天 也多一直停留在30塊 活動 所以這種大環境 這種 大環境 它形成了一個趨勢 這個趨勢呢 就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需要 好 台灣如果沒有經濟 那還能夠 得到什麼 你說我不要經濟 我要文化 可能嗎 你說我不要經濟 我就要政治 可能嗎 好 經濟是基礎進入 對於台灣來講 這個天津門學 所以當時在 這個天津門事件的時候 如果我記憶沒有說 聯合國是對中國採取 經濟主裁 當時那個時候 在台商 反而 這個 不接受 聯合國的這類書 直接的 超越了政府的圍觀 往中國跑 好 事實上 在中國 這個經濟開放 或是個 現代化的工程 台商的幫忙 沒有人敢否認 對不對 這是事實 但是今天以後 2016以後 台灣的經濟 需要不需要中國 在台灣 有一排地點 聲音蠻大的 事實上也不小 就是說 要動用這個 要求這個 新任的總統 民進黨的總統 要 承諾 宗旨 依據這個EQ法的 第16個票 宗旨 這個EQ法 可能嗎 敢嗎 好 對他們有好處嗎 這個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我這邊 要跟大家 很明確地說 台灣 繼續要中國 但是 要的性質內容 已經不一樣 已經不一樣 過去 台灣需要中國的 生產基地 以後 台灣需要中國的市場 如果中國市場 不讓台灣分享 那台灣呢 可能有些人就說 那 我只好 辛苦一點 往國內 繼續運作市場 所以 直接貿易 會慢慢地 又回復 所謂台商會有 就是這種意思 另外 台灣 還是需要 三角貿易 生產基地 但是因為 中國的 過去提供給台灣 台商的 這個生產基地 現在已經有 替代性了 對不對 新的新興國家上來了 所以現在台灣 我在財政委員會很清楚 處理 這個所謂 國外所得的問題 台商 跟 這個 這個 跟這個 台資在 中國 大陸以外的 這個台商 利益 是不見得一致的 它理想不見得混合的 台商的 台商協會 這個 這個 有大陸的 台商協會 然後 世界 還有 超過 一百個國家 有台商聯盟會 那整個會的組織 超過幾十個 但是 這幾十個 台商聯盟會 就不會分中國的 大中國 大陸或中國的 這個台商聯盟的結局 為什麼 因為當然有政治 背景的關係 其實也有利益充足的關係 我到A人去 我生產的產品 我就要跟你 在中國 台商生產產品競爭啊 但是我在A人生產產品 我不會跟泰國 不會跟馬來西亞 不會跟印尼生產產品競爭 這是一個 一個垂直分工競爭型態的形成 以台商的小鈴來講 那以中國跟台灣 這一個生產基地的 為基礎所討論的問題來講 過去的所謂的復古性 現在變成競爭性了 現在變成競爭性了 那以這個外銷的產品結果來講 現在台灣的問題是什麼 怕繼續存倫吧 因為台灣的出口商品 經過西部分析以後 跟中國的這個出口商品的重疊性 超過七十八十啊 但是跟韓國跟日本的重疊性 已經降到四十以下 所以台灣所謂的經濟的往下游 這是問題 那以這個商人來講 追求總益政 追求總益政 所以我不需要 我的技術是上游的 我不需要 一定 這個 我的產品是高級的 或是我的邊際利潤是高的 我追求總益利潤 那你追求總益利潤 在過去 中國人口眾多 到外面一片里面的時候 你看 在台灣小小一個企業 可能 原來在台灣只有二三十多工程 一到中國不到三年 就變成一千人五千人 甚至上萬人 好 那這種時代 可能還有人想繼續複製 但是但是台灣 總體經濟環境條件來講 已經產生一個不同需要 就是說 這個已經不是 政府 台灣政府 榮喜 的事情 因為 台灣的這個 所謂經濟自主性 以三角貿易來講 間接生產已經超過 這一個五十分線以上 GDP 超過五十分線以上 都是經濟貿易 表示什麼 老闆賺錢 但是工人失業 對不對 老闆高利潤 但是工人低薪資 所以台灣本身已經走出一個 必然要改革的時代 這個改革 第一波的民主改革運動 是純政治的 但是第二波的民主改革運動 是政治領不了 但是是以經濟社會為主要的 所以這個習慶全都不同 那以這個習慶體制上來以後 它整個產業結構 經濟階段 雖然都已經 還面臨結構性的一個轉折點 也不能不改革啊 也不能不改革啊 這個打貪腐 其實就是要打破季的力 打破季的力 就必須改變原來的這個產業結構 跟政商關係 跟產業結構是 是互動的 是結合的 既得意義一直爆炸 然後新的產業 即使邊際利潤比較低 風險較高的產業 就受到資本等等方面 市場等等方面的排擠 這是衝突的 那中國當然 從經濟發展來講 它必須改變 所以它也是改革時代 我不單純這個 以小人之心度 已經是說 它一定是成為排除議題 一定是政治構成 我認為它是經濟發展 新結構的需要 必須改革 那台灣勒 經濟發展新需要 也需要改革啊 那改革什麼 政治也要改革啊 那麼它政治改革 不是決定一個人的意思 不是決定於一個黨的力量 而是決定於人類的需求 也就是選票決定 這很清楚 那台灣是不是會進入 這個所謂第二波民主改革運動 如果記憶沒有說 這個第二波民主改革運動 應該是我三年前 在三億電視台 這麽能進入裡面說 這個先提出來 說台灣已經進入第二波改革 民主改革運動 這個民主改革運動 甚至 它的要求 它的需要 會高到憲政改革 我當時有提到這個問題 那所以 這個去年318的太陽化運動 太陽化運動 主要的力量來自什麼 來自學術節 來自校園裡面的教授跟學生 如果是成學生 好多或許就畢業好幾年 怎麼是成學生呢 那如果說 是成學生的運動 怎麼那麼多教授在參理呢 外面的演講者通通都是教授 都是社運的前輩 包括台獨的運動者 早上我在立馬園 很可憐你知道嗎 晚上要陪他們睡覺 在那邊保護他們 不要讓警察或是警隊衝訓 另外一天 但是白天的整天 聽他們演講 早上六點鐘到晚上十點鐘 就一直演講 就一直演講 然後 當時的這個情況 那演講就是四歲 這教授 現在反復嘛 很有名的教授 就是演講者 演講者的重要 重要情緣 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兩岸都在這個時候 基於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一樣 而已經走入了新的改革年代 所以新改革年代的到來 決定兩岸關係以後的走向 跟發展的這步驟的快慢 但是它基本上 我說九有沒有共識 所以我不用再重複 孤老說沒有 孤政府 老先生在說 他書裡面也沒有 他說沒有 李前總統 李登輝先生 他說沒有 這個陳前總統 陳志明 現在是我同學 我可以實際上 談很多話 他甚至跟我曾經提過說 以後台灣如果跟中國關係 到一個不得不 決定或是同學的時候 我們的底線在那裡 他都講出來了 這通常都沒有公開 不公開 不公開 但是不是沒有的 當然這個都是 這個主觀已經在改變了 但是在這個時候 318的學運 它的性質也好 它的背景也好 很清楚的 我把它定義為 包括其他政治學家 我同學 我們這個 鄭亮兄 上面都在演說 都是政治學的專家 我是經濟的 我是學經濟的 我把它定位為 第二佛民族改革運動的開門典禮 就是揭開這個細目 那兩邊都進入新的改革運動 那改革需要什麼環境 改革最需要的就是一個政治安定的環境 經濟安定的環境 社會安定的環境 那以今天 大家從不同角度都會對 在政府幾年來的發展 做一些不同評價 那這個 看來聽到評價就說 他們看到很多評價都這樣講 我這是六十年來 聯合關係最好的階段 那為什麼六十年來 聯合關係最好的階段 是台灣廣大的眾多的民調 對中國最反感的階段呢 為什麼是台灣的青年朋友 對中國的這個 這個 這個 不信任度 最高的這個階段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不是矛盾嗎 所以 這個 是我時間到外面 那我明白 所以我解釋一下 318這個使命 這個協議 它不是誰主動 主觀去營造出來 它是客觀形式形成的 但是呢 這個 馬政府的 這個所謂 請 被 被 這個反對者不同意者 對你說行蹤 太厲害 或說速度太快 太照進 這是打火線 這是一個打火線 沒有這個打火線 這個協議 以後還是會發生 但是不是在去年 所以進入新的改革 聯大以後 剛才我提到的 這樣一個情形之下 台灣如果 步驟有效的改革 都不理它 其次天空它會自動消失 你看 結果 從 這個 產業結果 從 人口的結果 從 環境 環境 你不能說台灣空氣好 剛才我的同事 我說台灣空氣好 到 南部看看 高雄看看 高雄在街上走 有聞到味道呢 那不是香氣的味道嗎 好嗎 好嗎 好 這些幾個因素 改變的話 你看台灣的醫療費用 為什麼那麼高 醫療技術的進步 醫療費用 國民的 GDP的 用在醫療上的這個 WL毛高 它就不健康了 不健康了 所以這些問題都必須做改革 改革 他們叫新政府 新政策 所以 正2016年的政黨輪體 在我看來 是 剛才那些結構發展的必然 政黨輪體不會 決定 聯案關係走向 但是聯案關係的走向 會決定2016以後 的 這個兩邊 政治經濟 各自的發展 所以 我在這邊 篤定什麼 沒有意外 這時候可以確定 應該沒有意外 明天啊 會 在2016執政 那執政以後 要面對的 不是你中國臉色的問題 不是國際喜好問題 而是本身 台灣內部 這麼多 不得不改革 不改革 就會面臨存亡 關鍵的問題 亡國媚種 從 現在就不懂 幾十年了 搞不好不出三十年 就亡國媚種 有辦法跑掉了 沒辦法了 連升都不升 這都很清楚的歧視 所以 在這種自我改革的需求之下 需要安定的環境 所以 安定呢 會 是不是 會逼到不得不為安定 而是補協 那是相對的 而且是多遠的 相對跟多遠 多遠就是 全國際 國際形式 那相對就是 你的需要 我的需要 你比較急 我比較不急 或者怎麼樣 這很清楚嘛 像台灣的交際乘車 他來 機動車子來 你要不要坐 上來 大折 五折就好 那你一直要來 要加錢 對不對 這種現象 這種互相需求 到底會怎麼樣 那就等我們再用來看 大家整個計量 我跟你們看完 給我們這張參考 謝謝 等一下 你們講完 我們之後討論的時候 可以再進補充 剛剛許天才 他是前市長 後來還選立法委員 又高票當選 我以前當高民法委員 再去選市長 現在又後來當立法委員 那他剛才講話 那種發言的氣勢 就知道 是站在立法院的台上 還有市長的 這個前瞻原主 那麼他有講 他說這種 台灣的改變是必然的 也是一個難免的波動 那麼台灣呢 也可以就是走入 第二次的一個民主革命 在這個革命的 民主革命就是經濟的發展 造成台灣的內部要改變 都是今天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 也必須要改革 那麼改革就必須要做 穩定的社會經濟的各種環境 所以說呢 他認為民進黨上來 只要面對的是台灣內部的問題 而不是面對到兩岸的問題 他認為內部的問題 如何附和台灣民眾的需求 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如何在經濟的面格中 這個制度的改革中 能夠讓台灣繼續上前行 所以說他的理論是 2016民進黨一定會再上台 另外呢 他剛剛提到台商的問題 那麼我們這一次的論壇呢 跟深圳台商會來合作 他們作為協辦單位 有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把觸角到那麼遠去 因為最近呢 我們跟深圳台商協會 我們要推動紀元大師到深圳去做一個演講 並做他的書法的一個展覽 我發覺深圳台商協會 他們有很多的人 十多個分會 五萬多個台商 他們真是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我們一開始推動這個工作 他們分工作分組 來推動 所以非常的有制度 非常的熱誠 所以讓我感動 所以說這一次呢 我們也請深圳台商 做我們的一個協辦單位 他們會長也來了 張會長也起來 在深圳非常成功的台商 他們也來了很多人 那麼今後 我們進入中國大陸 我們會跟大陸各地的台商會 一起來舉拜 你說大陸的台商會跟外面沒有結束 第一個他跟我們香港 就連接上了 下面一個呢 我要介紹的是趙建明教授 趙建明教授呢 他在馬英九剛剛上台的時候 從2008年的9月到2010的5月 那麼他是擔任了陸委會的副主委 那現在呢 他是這個台大的一個教授 他要講的一個題目呢 就是馬總統的兩岸驚奇之旅 到戰了沒有 這個驚奇之旅 我就用得非常的生動 到底到戰了嗎 我想這個趙教授 來給大家做一個提起 謝謝 謝謝江主席 三位講者 各位香港各界的先進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午安 今天看到我們香港有這麼多的朋友 對兩岸關係來關心 我個人感到非常的感動 同時大概也說明了兩岸關係恐怕是很多人 共同關切的一個問題 恐怕還是比較擔心 明年假如台灣換黨執政之後 兩岸會不會有什麼重大的變化 恐怕這個陰影拍子不去 那麼我 江主席這裡請我來 特別問我要講什麼題目 我想了一下我就把過久前台灣的聯合報 約我寫了一篇專文 登在他們的新奇透視裡面 我就特別用了這個題目 叫做馬19馬總統的兩岸驚奇之旅 是否到戰 之所以這樣用這個題目各位可能也記得 在去年318台灣的學運之後 兩岸關係就比較消沉 那麼後來習近平主席的習總書記 在去年9月26號接見台灣的統派團體的時候 提出一國兩制這樣的說法 台灣方面有一些人就開始有比較激烈的看法 認為習近平已經開始把眼睛望向後 後馬時期對馬總統不再寄予希望 當然加上11月這個北京的APEC 馬西會避免能夠如台灣部分人所希望的進行 更給這一部分的人他們這樣的一個看法 加強了他們這樣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中國黨的方塊已經不把馬總統 尤其在九合一選舉之後 已經不再把台灣的國民黨當作一個對手 那麼是不是已經把他的整個事業 放到明年大學之後 針對這樣的一個說法 這當然是少部分人比較激烈的看法 廣泛有一廂情願的意思在裡面 台灣最兩岸問題來講 我覺得很大的麻煩就是很一廂情願 大家都講定應該是將來發生 針對這樣的一個一廂情願的看法 去年我就寫了這篇短文 我當時的說法是 我對法議長的看法 因為馬西會人家根本重點不是兩岸 我們去了那根本 它是大國外交的一個重大的場合 齊榮馬祝西蘭等於是交局 這不表示對台灣這個活動的拒絕 這個是台灣分析的人沒有把問題搞清楚 因為那是他去年推的大國外交 那是他重大的一個場合 他把他臨近的六個省市的工廠全部關了 創造習近平的一句小話 所以各位今天終於看到APEC2 把六個臨省的縣市的工廠都關了 他要創造這樣大的全球的效應 他只會讓國民黨的主席來攪居 所以他不是說不要 而是這不是一個場合 所以我覺得就是我針對這樣的一個邏輯 我寫了一篇短文 我說其實恐怕不一定是這樣 兩岸關係人有可為 當時我這樣的看法是這樣 不過最近看起來 九會議之後 看起來馬總統在各方面的兩岸關係推動 看起來現在是比較力不從心了 我現在反而比較覺得好像是這個 這個列戰好像是要到戰了 覺得比較可惜 那為什麼用了經濟之旅 各位知道在馬總統上來以前 兩岸關係是非常兇險的 台灣很多人都把this take for granted 我覺得這是很不明智的一個做法 我們老是覺得兩岸和平是理所當然 各位對台海稍微關心一下就知道 2000年到2008年台海通運非常的兇險 非常的兇險 我去順便舉例 所以在1999年裡總統兩國論出來以前 解放軍的飛機基本上從來不到台灣海峽 他都在大陸叫做內陸福建沿海以內訓練 那1999年兩國論出來之後 他解放軍的軍機開始巡弋台灣海峽 那麼2000年陳總統上來以後 他推出很多什麼新憲法 攻投入聯什麼這類的 北京當然非常的完蛋 他開始解放軍飛到解放軍的攻軍 飛到台海的中線 還不是飛到我們這邊來 飛越中線 不只如此 我們總統的Air Force One 總統專機到我們自己的領埔 在南山群島去的時候 解放軍飛機來看看 多麼風險大 真是2008年以前的台海局勢 不是一般人想像的 就好像這麼複合我的浪跡 其實馬總統你做了什麼 過去也沒戰爭 現在仍然沒戰爭 這個看法是非常福奇的 就是說馬總統就在上台以前的 台灣面臨幾個環境 一個就是說兩岸關係是非常兇險的 在陳總統第二任上台清洗 中國大陸推出了反分裂國家法 未來只要台灣主張分裂 中國大陸根據他們的法律可以動兵 這是為什麼兩岸走到這個田地 情何以堪 我們作為台灣的國家領導人 情何以堪 你怎麼向你老百姓交代 在你任內 對方通過了這樣這麼不友善的法律 所以兩岸關係非常的兇險 一點都不和平 那可是在經濟上怎麼樣呢 2000年到2012年是全球經濟進展最快的一段時間 我們周邊國家 台灣的周邊國家 在日本不算 因為它經濟太大 台灣不足以等它比 韓國好像經常跟韓國比較 其實比錯了 韓國在這段時間 經濟成長是最慢的一個國家 最慢 台灣已經是南往下倍了 可是它是成長最慢的 在這段時間 2000年到2012年 南韓經濟成長整整一倍 從4700億美元到1兆美元 一倍多 兩倍多 那麼東協十國的經濟成長3倍 6700億增加到1.8兆美元 印度經濟成長3倍 中國大陸經濟成長4到5倍 1.2兆美元到6兆美元 俄羅斯成長6倍 從4700億成長到1.6兆美元 南韓成長2倍 多一點 台灣成長3分之1倍 各位知道 馬總統上台以前 我們的國際環境是非常 做得非常快的 這段時間是全球貿易自由化 簽署Free Trade Agreement 最激烈的時候 全球簽了400個 雙邊的或者區域的Free Trade Agreement 台灣簽了5個 都是我們的邦交國 在我們全體貿易 全部貿易的千分之1倍 不到千分之0千分之0.17 你怎麼跟人在競爭 這是為什麼 剛剛我非常高興 許委員站在反對黨立場 也願意強調經濟 我看很多反對黨的政客 根本不是看到台灣的經濟發展 看看剛剛的數據就知道 我們從2002年到2012年 我們經濟GDP成長3分之1 從3200億成長到4600億左右 南海已經從4000多億到1兆了 其他國家不要講 南海是我剛剛說 除了日本以外 我們作為國家成長最慢的 是我們的2倍多 我們成長3分之1 是我們的 南海是我們的6倍 不要講俄羅斯 是我們的18倍成長 這是我們的台灣馬總統上來的意見 我們的經濟狀況 我們的國際狀況 然後兩岸的情勢 馬總統這幾年代表什麼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罵馬總統 上個禮拜我也有一篇文章罵總統 上個禮拜六我去做演講 馬總統是有支持 我還有專題演講 馬總統跟我跟其他人握手 我們第一排都惡惡 他不跟我笑 我知道他一定不高興我罵他 現在很多人罵他 可是要想一想 就是說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我之所以罵他就是說 你為什麼不做更多一點 因為明年假如滿黨執政的話 那情況會很慘 我罵他的理由是這樣 你可以多做一點 第二任類基本上沒有做什麼 我不用我那篇文章 上個禮拜登出來的 我說發生可憐 我們罵他的意思是這樣 他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可是因為不同的因素 他自己的因素有其他的因素 他沒有能夠做得更多 倒不是說他做得很少 他做得很多了 兩岸從來沒有一個領導人 向他做那麼多 假如2016年當選的總統 不管藍綠 可以像他一樣推動兩岸關係的話 我看安了 台灣我們現在都可以安靜回家 從香港回去 可是現在大家都擔心 明年會不會改變 那麼馬總統上來究竟做了什麼 剛剛徐遠講了 兩岸從來沒有和平過 我當天的時候大學的時候 老是想這個問題 我相信徐市長跟郭正亮說 都跟我一樣想這個問題 假如兩岸開戰的話我該怎麼辦 我們當時都想 我兒子不用想這個問題 他當兵十一個月 最現在的台灣一代人 完全不要想這個問題 要感謝誰 假如馬總統沒有在的話 台灣兵力可以從我們 那時候兩年到四年 撿到十一個月十二個月嗎 從五十萬大軍撿到現在 二十萬大軍嗎 假如兩岸沒有和平的話 有可能這樣嗎 兩岸和平得來不易 我覺得很多人在批評自己 要蒙心自問 光是這一個 台灣過去所有領導人 沒有一個做到 李總統在位的時候 中國大陸對台灣非常適色 兩年之內 中央銀行的估計 出走了七十億美元 這是中央銀行的估計 一定是保守的 七十億美元就出走了 然後李總統在1997年 推出非常好的構想叫做 亞太營運中心沒有能夠做成 為什麼 兩岸關係它沒有能夠維持 像九零年來初期 這樣的一種和睦的關係 推不下去 就是說 從兩岸和平這個角度來講 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要感恩 得之不易 兩岸從來沒有一個領導人可以吧 就中國大陸好 我就化了干戈為玉博 就從兩岸兩千里巴黎開始 光是這一點 台灣人不應該感恩嗎 第二點 很多人都是馬中共輕鬆買台 出讓台灣主權 我那時候在那裡 我天天都應付講 可是什麼叫出賣主權呢 什麼叫做尊嚴呢 尊嚴就是說對手尊重你 叫做尊嚴 在2008年以前 我們的對手叫做中國大陸 哪一天尊重過台灣 我舉我自己在入委會的時候 告訴各位對手怎麼尊重我們 2009年高雄市 是高雄市辦事大運辦得很好 中國大陸的選手來參加我們的開幕式 我們的觀眾席上出現中華英國國旗 總統還來演講 許指導你曉得嗎 假如我們沒有理 我們入委會跟對方協調 阿舉花媽辦得出來嗎 對方會允許我們的國旗出現嗎 在國旗上哪一個運動場合 中華民國國旗出現得過 這不是尊嚴是什麼 這不是中華民國主權是什麼 在我們自己的領土上辦運動會 從來你不能拿國旗出現 從來你不能拿國旗出來耶 請給你看這叫什麼尊嚴 2009年高雄辦事大運的時候 第一次我們自己辦國旗出現 總統還來對方選手還不退期 什麼時候台灣辦得到 這不是尊嚴不是主權是什麼 孤學不要說我們從1978年退出 1971年退出聯合國之後 再也沒有踏入聯合國的門檻 再也沒有 孤學不要說馬總統認為 進了兩個聯合國的座邊組織 就是說非常重要的IQ 國際飛行民航組織加上市主衛生組織 這是從來過去比總統推了十多年 陳總統會沒有一個辦得到的 那這不是尊嚴是什麼 就是在我覺得馬總統認為 從來沒有如此和平過 台灣面對中國大陸當然要得到 100%尊嚴是不可能的 他大我們小這個差數太多 可是從相對尊嚴感而言 台灣是從來沒有那麼多 為什麼 因為過去他從來不承認你的官署 他不會認為你是官方 部位成人不會跟你握手 在民進黨執政時期 我們海基會不是官方單位 海基會是準官方單位 寫了四千幾百通信給對方 拜託對方來開會 人家毀了欺諷 還包括一些例行的 祝你新年快樂賊的人 這個叫什麼尊嚴 這只是辦官方的 人家都不願意跟你握手 不要說不要說官方 可是剛剛周董事長講官方 我們現在的對方都叫我們的主委 主委啊 承認我們的官署啦 這不叫主權尊嚴叫什麼 台灣從來什麼就做得到 台灣的官員什麼時候 1971年頭走進聯合國的場率 哪一個時候把總統移錢 把總統上台的時候 每年我們的官員 以部長的身分就叫他minister 進入世界貿易組織做演講 然後中國大陸官員官員 還跟他握手 還叫他部長嗎 你要怎麼樣 這不叫尊嚴叫什麼 就從主權尊嚴 有人說親中百台 剛剛我修委員也用這個詞 我覺得是差支到棋子是千里萬里 對不對 假如說以前台灣面對中國大陸 主權尊嚴受到這樣的一種壓制 我大概不會反對 馬總統上台的時候是有突破 突破的程度不夠 大家都同意 突破的程度不夠 我們需要更多國際空間方面的突破 可是從來沒有人能夠做到他向他這樣的突破 這也是 就是說不論是從和平的方面 或者尊嚴方面或是發展的方面 台灣從來都沒有能夠利用兩岸關係 是積極正面的像2008年以來一樣的運用 那麼馬總究竟怎麼做 今天有九二共識有沒有 我都不提了 那個已經是 我覺得是比較奇怪 因為兩岸兩個執政黨 兩個去談的人都說有 第三者說沒有 這個就覺得比較奇怪 他們兩個去談他們都說有 然後第三者說沒有 這個我們就不要談 馬總統怎麼做 第一任內我們都知道 現在從大陸推亞洲基礎建設銀行 那馬總統第一任內要做的 我更覺得就是兩岸之間的經貿基礎建設 可以這樣講 因為過去1990年代以來開商 往大陸跑 現在台上在大陸投資多少錢 沒有人知道 估約估計大概四千億到五千億美元 那麼多錢放到哪裡 台灣政府不管不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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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政府這麼多錢老百姓這麼多錢放到對方那邊周轉 你政府一點辦法都沒有也幫不上忙 要是出了事情政府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叫什麼政府 因為馬總統上台第一任就是把這種的經貿交流的基礎建設做好 然後要簽著去簽現在兩岸之間每禮拜八百二十八班航班 那就大家也擔心會不會兩岸開通之後 台港之間的航班反而會減少 政府也沒有 兩岸加上香港四地間的每一周超過兩千班的航班 使得兩岸這個水域變成全球航域最繁忙的地方 這是兩岸經貿的基礎建設 以前為什麼不做 做不到嘛 2008以前的政府也想做做不到嘛 對不對 這種假如你兩岸沒有想求二共識這樣的 你做不到嘛 很簡單 再簡單的做不到 連資格都做不到 路口 誰不想讓他來嗎 誰不想讓他來 做不到 就是馬總統第一任 我們現在這樣看就看到九二共識的意義了 每一年我們創造的這個商業 我們二十多年台灣沒有觀光飯店 新概的觀光飯店 可是我剛從阿里山回來 阿里山都是一些好多新概的觀光飯 不要講台北的信基區 台灣整個官方飯店增加了一倍多以上 馬總統上台的時候 每天觀光客三百七十萬 走了六十年三百七十萬 馬總統上台去年將近一千萬 增加了將近三倍 不到七年的時間增加了三倍 我們用了六十年才三百七十五萬 我們用了七年就增加了六百萬 整整六百萬 這個不是對老百姓的貢獻嗎 這不是利益嗎 這不是到一般人分享的利益是什麼 做第一任 馬總統大概是這樣 一個法 簽訂了然後兩半然後有將近 第二任我覺得他戰略是很好的 他沒有能夠推成功 當然要感謝民進黨 使得他沒有辦法推成功 台灣這一步沒有能夠走出去 非常的可惜 第二任他打算怎麼做 第一任就是兩岸之間的經貿 這個基礎的做好 第二任就要推兩岸更寬亡的東西了 第一個就是比較重要的 像兩岸之間的free trade agreement 台灣大陸是我們最大的市場 我們出國40%到中國大陸 假如中國大陸可以跟我們簽訂FTA的話 不好是 用台灣話就是說吃飽太好了 反對他反對 我們最大的市場 你不跟他簽自由貿易協定 你想的是什麼 剛剛修友人講經濟動物 台灣應該是經濟動物 你想的是什麼 第二任就是這比較重大的經貿的戰略 所以他要去推 就是我們叫Petra 你們中國大陸不喜歡這個名字 其實他就兩岸自由貿易協議 很可惜 其中包括服務貿易 南韓跟中國大陸 剛剛簽的自由貿易協定裡面 當然有服務貿易 當然有貨貿易 當然有貨貿易 當然有投資 從政端的解決 我們都談不下來了 零進馬團隊 我們最大的貿易夥伴 談不了了 所以我覺得非常可惜 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你跟他不簽 今天自由貿易協定 我們叫做ACF 就是服務貿貿貿 你要進入現在亞洲這個大的區域經濟合作 推不了 搞不進去 對不對 這樣就是 Tage 假如 明年我們這個外島持這個黨 我們暫入先入經貿方面的孤立 這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最後 時間已到 最後就 馬中國為什麼第二任內就做不到 很多是你第一任內 我覺得做得蠻好的 不是說我在那裡才做得好 就是说DNA它做得良 它其实做得很好 当然我也跟各位抱抱EKFA 之所以台湾当初老百姓没有反对 我是负责EKFA的文宣 可是DNA嘛 通通DNA我觉得是太过大意 明天党反对它没有能够处理好 明天党当然是乱反对啦 我取理好了 我那时候负责EKFA的文宣 那时候台湾的台湾党要把它公投 说EKFA不想公投的去辩论 那反对党主席他说主席就现在主席 他说EKFA签订之后台湾失业六百万 我们全部财不到一千两百万的劳工 要六百万失业 那就一半的人要失业 EKFA已经通过了五年了 我看台湾的失业率从4.8%降到3.8% 是我们失业率降低1% 并没有像蔡主席讲的六百万失业 可是既然乱讲的明天可能帮我们装访 这就是台湾的问题 谢谢 因为赵教授的一席话 我很希望马英九再做 马英九再做完了 他不但会跟你握手 还会拥抱 当然赵教授就讲了 我们珍惜两岸得来不一的恒平发展 他还认为马英九的第一任在尊严主权方面 马英九的确是为台湾创造了很多先例 过去都没有的 是两岸中关系的重大的突破 但他更期待的马英九就要在第二任的时候 能够建构两岸的经贸的一些基础的建设 第二任做得不好 他怪不得是民进党的杯葛 所以等一下我们也请民进党的来回应一下 那刚才讲到马英九的确 马英九的确后马时代 一个人说的 他是佛教马 他非常的不服气 他说我要奋齐 我要反齐 那么这个奋齐反齐怎么反齐马呢 最近网络上有了他的笑话 台湾西建筑组织鸡马奖的颁奖典礼吗 看到香港的刘德华很兴奋 握了他的手 说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刘德华好感动 他人类贴得下来 他说你是张学友 你唱的那首歌叫双结棍 我特别喜欢 刘德华很感动地说 谢谢教委员长 下面我想我们请一个无党派的 而且是学界中的教授的教授 张林珍教授 来做一个国系两岸关系的新变数 这个有说好有说坏 有说不必怕 我台湾就不在怕 那么到底是怎么样 有没有变数 请张林珍教授 张主席台上的几位讲者 台下各位香港的好朋友 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 大家如果不坚望的话 会知道我的立场 我一向都是拼马 我拼马就是恨起我成刚 跟这个赵教授的 出发点是完全一样的 那可以做得更好 可是他就能做得更好 所以是拼敬他的很多 但是刚才我们听了赵教授 一张话之后 让我想起一首歌 那个歌名就是 思念总在分手后想起 所以在马英九下台之后 我们可能会怀念马英九 因为今天在台湾的台面上 蓝绿两党的 还包括局的 这些政治人物里头 其实我们看起来 还真挑不出一个 比马英九更好的 所以思念总在分手后想起 我今天要来跟各位报告一下 就是说刚才你才听了几位讲者 他们的这个讲题的内容 比如说周吉祥教授是讲 2016年以前了 两万事不会怎么太坏 这个不用讲吧 2006年马英九还在执政 再坏也不会就是这样 对吧 那就是维持现状 所以这个其实根本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这个 许天才委员 许市长跟他说 政党的问题不要怕 两岸关系不会变 这一点我觉得我蛮有疑问的 那至于刚才我们赵教授讲的说 说这个 他认为两岸关系这几年做得非常好 只是能够更上层楼 还蛮有名做 那我现在要来讲什么呢 我现在不是讲以前的 不是现在 我来讲未来 因为2016年 咋眼就到了 所以现在是3月20号 2015年3月20号 到明年的1月16号晚上 大概六七点 我们大概都知道 台湾会不会政党再度的问题 哪个人会出来当总统 这个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 其实是非常大的 其实造成 可能2016年1月16号选拷 两岸关系 会有非常大的变化的因素 当然不是未来的一场选举 选举之前有些不成的因素在 我们看到过去的一年多以来 一年半吧 这个台湾的本身的政局 是非常不稳的 第一个呢 是 在EKFA 这个协议之下的一个子协议 福茂协议 如果EKFA都经立法院审查 它是通过的 它是合法的 这是个母协议 它的子协议 只要不违反母协议 根本不需要送立法院审查 但是民进党要审查 马云姐是屈服 OK 本来一个备查案变成一个审查案 然后审查案送进去 从2013年6月一直随到去年的3月 一年半 一年半还不止了 一年九个月 不是不是九个月都没有省 这是一个大问题 最后为什么会爆出太阳发现 这个是一个伏笔 还有一个伏笔是真马云友 他就是不会处理人籍外星 没有政治手腕 他哪步不开提哪步 王金平是立法院的龙头 你一样笼络他都来不及 结果他2014年 搞得马云之针 要开出马云的党旗 那你不就是让福茂协议的审查 血涨加霜了吗 所以就一直就推不动 那所以隔了九个月都不审 因为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就是霸占这个主心台了 或者就是把门锁起来了 反正什么花招都不有 他们都是民粹 他们不是属人头 他们觉得因为他们是少数 所以他们绝对不跟你玩什么 多数有行的规则 所以搞了九个月没办法 好不容易这个 他还霸占着主心台 那么这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张庆红自己拿个小小小的一封 他连太痛都没有 然后就是把这个用三十秒钟 把福茂协议讲了一下 讲了一下就通过了 这样就不得了了 这样就变成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那天晚上过了两天晚上 那个就发生这个太阳花学运 这个太阳花事件 我跟你说就跟去年11月的选举是一样的 两方面都莫名其妙 学生莫名其妙说 这么容易我们就在你论立法院 就像去年11月29号 民进党说 哎呦我们怎么赢了那么多 狂胜 原因在哪 原因都在哪里 所以买嘴不是不好 是太笨 因为三月十八你是管理 这个王金平要怎么处理 行政权在你手里 你这个行政院叫警察把这些学生抬走 一点问题都没有 在哪个国家 人民去攻占政府机构 都是违法的 讲法制你把他搬走 绝对没问题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所以就变成了 有道理的蛮酒变成了没道理 大家都说他不对 所以太阳花事件之后 整个台湾社会是鸡飞城市 尊口塑鸡 突然一下就说 这个什么福报协议 什么埃法协议 都是不对的 都是对台湾人的经济力有损的 那马英九是轻松卖牌的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太阳花事件我觉得 对于马英九 这种国民党的这种施政的成绩 做了非常负面的表述 把马英九是弄成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丢鞋子啦 这个什么什么信心通通有 所以这是谁的错 学生他不对 你念他也不对 不是你马英九太笨了也不对 所以在最后一件事情造成台湾的情势改变 对啦 关系不利的就是 就是去年十月二十九号这个 这个九合体选举的结果 1949年你国民党丢了大陆 那我们已经把这笔杖记在那儿了 结果呢 2014年11月29号又丢了台湾了 哎民进党赢得傻眼的你知道吗 怎么又赢得十三个议席啊 我们觉得最好也不会是十二个的 十三个在加上台队是一个党友 所以说民进党的狂胜 国民党的狂书 就实现了民进党的那个政策 什么政策 地方包围中央 所以现在蔡英文 他可能就不甩理中央讲什么 也不甩理大陆讲什么 我蔡英文的一部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反正我就不去碰别的九二的共识 反正我就不去跟你中央合作 反正我就随着选他都会赢 其实我觉得明年呢 他有两个不变的因素 有两个变的因素 不变的因素是什么 一个是大陆 大陆不变的是他的一种原则 你买了包装成为九二共识 OK 你给他穿着什么衣服都没关系 只要有一中原则我就可以接受 你是说什么一中各表了 那随便你已经讲 因为一中政策在国际上头 是95%以上的人都能接受的啦 所以对大陆来讲 一中原则在两个关系里头 我不会为了争取你台湾 牺牲我一中原则 这是不可能的事 以前不可能 现在也不可能 你蔡英文说 我不知道有九二 比如说我不承认九二共识 我认为台湾是台湾年轻人天然成分 我认为只要我们九二一选赢了 我们就可以走我们自己的路 2016年选赢了更是如此 因为只要我们选赢了 中国大阁 这个中国就会跟随我们的脚步 就会来迁就我们 来修正他们的政策 然后美国既然中国都接受了 那美国当然就没有理解 这是蔡英文的说法 我不晓得她是不是喝多了酒 还是失联太太 她在讲的话我觉得是梦艳 这个话不知道什么话 所以可能是蔡英文这句话 吹出来了习近平的一番话 所以习近平在今年三月出的两会里头 他常会讲说 久而入世和反台独 是两岸关系的基本 就是基础 这个基础不劳 就九天地冻山摇 这个话是很深入的 基础不劳 你看那房子就垮掉了 对不对 所以习近平讲这个话呢 当然就是给蔡英文听 所以第一个我们讲 中国大陆的政策它是不会变的 第二个不会变的呢 是美国的政策 美国的政策是 只要你们两岸和平解决 你要怎么样 当土要土我都没关系 但是不管是要土 不管是要土 如果你们打起来 那我美国就不会袖手 可是老实讲啊 美国现在是 当然不希望两岸捅了 因为捅觉得它没好处 但是呢 他未见得希望台湾独立 因为台湾独立呢 中共一定大 那现在呢 你看美国人呢 是焦头烂的 去年这个甲午年呢 全世界都不宁静 台湾也不宁静 但美国更不宁静 因为去年又搞了什么乌克兰啊 什么克里尼亚事件啊 然后又是什么IS了 然后很多很多事情发生 所以美国呢 希望在亚太至少维持一个和平的状态 两个火药库 一个朝鲜半岛 一个台湾海下 希望都能够平静故事 尤其是美国他觉得 那现在惹不起中国大陆 你看中国大陆现在 多么样的制高气昂啊 去年跑去这个拉丁美洲开个会 成立金刚五国投资银行 去年十月 十月这个 这个APP之后 就是说我们要来成立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然后一带一路啊什么 他讲了很多 然后是这个两个投资银行 现在都 金刚银行已经成立了 亚投行今年三月底 就会接持他的trust for a war 所以你看 美国人再有能 再有能量的厉害 美国的门帮 你已经没办法领导我 现在是前领导我 所以中国大陆有钱 所以他们最亲密的门帮这个英国人 接下来是什么法国 然后意大利等等 现在这几个都已经宣布 进英国之后通通宣布加入亚投行 简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简称亚亚投行 那么另外两个被美国阻拦得很厉害的 一个是韩国 一个是澳大利亚 可能也就派在月底前加入 因为在今年三月底前加入 你是什么呢 你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会员国 创始会员国的权利跟地位是不一样的 跟后加入的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国不太懒去挑战中国大陆 而且中国大陆的经济 它的GDP算得很快 大概从2000年到2010年 它的GDP大概都是美国的十分之一 就美国是100 但中国大陆只有10 慢慢慢慢的从2012 2013 2014 2012年它的GDP就占了美国的40% 2013年它的GDP占了美国的52% 那去年它的GDP是美国的60%了 正确讲说59.8 就是差不多60%了 那然后IMF还有Bank这些回去组织了 说现在中国大陆不仅仅是超越 2010年也就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其实现在它就已经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如果你照购买力的评价值数 所谓这个Purchasing Power Parity来算的话 美国的2014年的GDP是17.4亿美元 而中国大陆是17.6亿美元 所以中国大陆是超过美国 当然中国大陆是没这么说 我跟它差远了 我哪里能够超越美国 你看我的人均这个GDP跟它比起来差远了 这样是好 有钱低调一点好 但是这个说明就是说中国大陆的综合实力上升 因为你的经济力量上升 你的军事力量就上升 你的政治力量就上升 所以美国不敢去得罪中国大陆 所以民进党也好 台独也好 你不要梦想说你随便怎么乱搞 美国都会给你背书 美国不会给你背书的 好多年前美国人做民调 百分之七十以上 是说它还发生战事 关我们美国没事 我们绝对不参与 现在的情绪我想还是一样 所以美国是不会变的 美国不变与了 就是说你哪个政党之中我不管 但是你要搞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2011年的酒店蔡英文去美国口试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出力 你当然能处理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蔡英文说我的这个政策是台湾共识 台湾共识跟大陆有什么关系 然后我的政策是何而不同 何而求同 美国人今天一头雾水 结果她走了之后 美国人对金融时报讲说 我觉得蔡英文她没有很好的政策 可以和平地处理两岸关系 这个还是借别人的嘴巴来讲话 到了2012年1月 这个包吊戈来到台湾 清清楚楚地讲说 我不懂什么台湾共识 这个九二共识是大家国际社会 都可以理解的 所以还有中国大陆 你免签 台湾人民免签到美国来 所以这一下本来马云九的选期也没多好 因为我们第二任很多人投了 投她的票是韩内行很寒血去投的 所以本来也可能不去投的 但是被这么一讲之后她能去投 所以她就比了大概八十多万票 那现在蔡英文又要去美国口试了 本来说二月 认了三月 她说不要先去日本 因为日本比较容易一点 日本跟她站的比较独立的现场 原因虽然日本人也是用意的在执政 军国主义的色彩浓厚的政党在执政 也是非常讨厌中国大陆的 所以她先访美 访美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但是致辞也不会直播下 2011年的19月 所以我在想到 可能今年六七月可能会去访美国 不知道 但是如果她再去美国跟美国讲说 三个有利于三个坚持 其实美国也会听不懂 我就骗了 三个有利于三个坚决什么的 因为刚才周姬祥 周姬祥一讲的 所以美国人也听不懂 要是美国人听不懂 美国人也就不会背书 所以蔡英文现在看起来选情大好 因为民主党头已经没有什么两个太阳 就才一个了 什么判戏现在都要看看她的脸色 但是问题是你的执政的道路 那个最后一里路 你似乎没有去理会她了 你没有去理会她 最后你还是 那个是你的软肋 最后你还是可能有失败的这个机会了 所以这是两个不变的 那两个可变是什么呢 这个大家都没讲 一个变的是民进党都不会变 民进党如果蔡英文要是 蔡英文有几种选择 一种是说我不要久而共识 因为那个已经被被狐狸化了 我们民进党长久以来都说 没有久而共识 OK 那个我们可以跟他说 你不要久而共识可以 你在发明一个名词 创造一个名词 它不是久而共识 可能它的内涵就是一种原则 民进党要有这个创意 我们看这谢商庭他有创意 他说什么宪法一中 这个宪法一中可能大陆还听得清 有宪法共识 宪法共识的话你跟谁共识 国民党对你好像 当然也可以去争取国民党支持你了 但是你要深度去分析的话 现场庭的宪法一中宪法共识 他就是心评装成就 他内容还是台独 只是我不敢讲台独 我讲台独你一定不理我 所以现在蔡英文他如果发挥他们想象力 有这个中国市委员会 有像伍佛正亮教授 像苹果水大师 像许心凛良等等 你们都可以去发挥想象力 创造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你解释给大陆和美国听 他们都听得清大陆可以就是说安心 你真的不会 不会走法里台独的路 甚至于你台独的路都会慢慢转 当然要给你时间转嘛 对不对 因为你不能够今天讲台独 还那么多基本教育才支持你 你明天说我不要台独了 我接受主要共识 那当然你的选票会流失掉 我们理解政治人物真的没有选票 就像那个酗酒的人没有酒一样很难受 所以在这么清醒之下呢 我们看蔡英文你就要慢慢转 那这个出过大陆可以安心 美国也可以放心 那蔡英文当选之后 两个关系会会好 可是看起来目前蔡英文不是走这条路 蔡英文你听见到我刚才比他的话说 那些话呢根本听起来就是 他是个体面型的台独 而且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台独 所以讲了很多我们听来不可思议的话 你怎么大陆的共产党的 ABC的政策你都不懂啊 所以看起来他不会走这条路 那韩国走现在这条路的话 他现在就是这样啊 我不跟你讲原则的问题 我不跟你讲这个政治立场的问题 我跟你讲的是我的政策 要有利于什么 我的政策是要坚决于什么什么 那就是德学骚扬 中国大陆他就说 我跟你讲清楚 反台独 一中原则是我要的 没有这个那就连开 两个关系就可以紧缩啊 经济关系慢慢缩 不会一口气缩 但是我告诉你 外招还是要一定会来 所以你这二十二帮交国 保不保得住宿问题 你的这个WHA 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参与权呢 你是每年一邀的 你的国际银行组织是特邀的 两年一次特邀的 但是都不是你 你也不是members 你也不是观察员 你也不是什么 你是特邀的一个会员 那你都没有什么特邀的 我了解 我现在不能说 我们现在展开了 在很多人民 就是非政治的民间组织里头 也碰到这个问题 你挂了ROC这个名字 大陆 大陆不用施压 因为那个国际组织 就自然跟你说 你不能用这个名字 你用这个名字 我们不能做这个 我们不能做那个 所以你可以知道 如果蔡英文上来走这条路 台湾的经济会慢慢坏 不会一口气坏 但是台湾的外交喊嚣 会非常大跟变定 那这是一个变数 另外一个变数是 我要讲国民党 国民党的变数是 我不知道朱立伦会怎么样 朱立伦我们对他的了解 一般人对他的了解 说这个人是快级的 算下一个级 很精于算计 然后他很少对两岸关系 不需要发展任何言论 因为这个有损他的选票基础 在比一点点世界 有损于他的选票基础 所以他不能够随便发言 然后他路人也是平衡的 所以你看新北市的市政组的 他的这个下面的官员 他是一半蓝一半逆 而律伦还比较重要一点 第一副市场是律伦的 是阿典时代起码出来的 侯友律伦 各位上网可以Google一下 然后呢 朱立伦是善于银河风潮的 所以今天你要说 这个我们这个 这个薪水太低啊 这个失业率 别人大学生找不到好工作啊等等 不是没关系 我给你们小确信 放几天假 多放几天假 那个真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嘛 不是嘛 然后民进党说反核啊 那到国民党就会说 OK反正反吧 那我们就来公投 民进党就说回去 那副头门盘要降低啊 不然我们痛不过 谁复合 朱立伦复合 OK 副头门盘降低 讲说核四公投 我们很想可以降低 将来普途公投 我们看也可以降低 所以你一个核风潮 你要有点原则吧 所以到我们看到 到他当选党主席 回复这个习近平的贺涵的时候 对大陆来说 大陆实习里头不安理 因为他前面讲了 他在过去几年来 两岸在这个九二共识的基础之上 所以这个关系有长足的发展等等 未来希望两岸在这个 这个仇同追忆的情况之下 能够继续发展 这个大陆就心里坦克了 你未来有了一种共识啊 没有 还仇同要追忆 纯意大陆都已经觉得说很不好 最好是仇同化那种 所以朱立伦啊 我不晓得他的两岸政策是什么 我也不晓得他要不要出来竞选 2016年的这个总统 因为他选新北市的时候 已经承诺说我要坐满任期 我不选2016 没错 这就是我要讲的重点 原来他没有表达选党主席的时候 有三十几位国民党的这个立法院的委员 供他选党主席 所以他出来选党主席了 他没有说不选党主席 没有人敢选 只有郝文帝愣头愣老的说 假设没有人要选 那我不出来选 那是二样子嘛 对不对 那朱立伦那很有意思 朱立伦他现在他说 我说啦 我这个要坐满任期啊 我不选嘛 好 你不选 你不选就赶快去 就是在党内挑挑 有没有什么人是可以出来 跟蔡英文一搏的 罗米党都没有人吗 有啦 我对你也是一个人嘛 王景兵也是一个人嘛 对不对 真的好龙兵也是嘛 我刚才在车上 跟我们的几位讲者聊天的时候 讲的说 如果把科技模式推这个 推这个李宏元 以前的天下第一部的内政部长 也很不错嘛 都是没有人啊 可是那为什么你拖着 你能够这么以义代劳呢 你国民党现在是输着脱裤子了 光脚了 你还不赶快把你的人选推出来 赶快拍板定案去动员 朱立伦拖着干什么 就是他说的 有四十位立法委员捧他 干嘛 黄袍加深嘛 不是我要违背诺言嘛 不是我要食言而非嘛 可是朱立伦就算出来了 他的支持度最高 他能不能拼得过蔡英文 我不知道 就算是他赢了 我现在要讲的是 就算朱立伦出来了 朱立伦赢了这个选举 两岸关系会好吗 当然比蔡英文上来了好很多 因为至少这个马英九给他电击 九二共识 他现在不敢他不是经过新加坡香港的时候 都说了吗 我们一贯的政策还在那 所以九二共识当然没问题了 但是他岳父高预言讲说 朱立伦你要超越九二共识 他说不是我爸讲的 我爸讲的我就可以直言拒绝他了 那我岳父讲的话 我会跟我老婆讲 叫他去跟他爸讲 那总而言之 他是绝对不可能超越九二共识的 九二共识里头 其实他最核心就是一中原则 然后这个一中原则 两岸各自一口头的方式去表述他 马英九的两岸政策之所以失败 是他只经不正 因为你只经不正 所以引起了 你刚才同时进行的时候 老百姓不慢慢接受 因为你没有同时进行 你说正一直不谈 但是越往后大陆的压力越来 一定要政治对话等等 那于是后就激起了台湾的那些独派的人士的极大的恐慌 就是说对啊我们有经济利益 可是那样我们会失掉主权 我们甚至要巩固主权 所以我希望 我当然不希望这样 但是我看台独的民进党 似乎是跟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的愿望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为了发展它的核子武器 说我们要勒紧裤带也要发展核子武器 今天的民进党可能就是说我们要勒紧裤带也要巩固我们的主权 我希望不要这样 因为这样的办法 两个关系会很悲惨 会威胁到我们每一个人 我很开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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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要掌握自己的文化 她一开始就说马力九很笨 我们像你见到马力九的时候 她也能给你握手 她要做笔记 再就是提到这两个关系有两个变 有可能两个不变 那不变的是中国的因素跟美国因素是不会变的 变的因素有两个 一个是共产党 或是共产党比外的因素 也是台湾内部的 是民进党会不会变 民进党会不会有另外的认数来期待绝而共识 另外一个就是国民党 它的未来的变是什么 但是他对朱立伦有很多的期许 也许今天开始各位会有一个揣测 依照张教授的分析 朱立伦就很可能出来选总统了 对不对 那么下面的是郭正亮先生他来过我们论坛 他讲话很精彩 我想我们讲了这么多批判银记党的话 他在那里沉甩律动 今天请郭正亮 那也是台湾的名字 他上来讲话 难有反其的语地 感谢 感谢张主席 我还在最后 可以随便打别人 别人打不到我 那我也要感谢马银九会我良多了 第一个是他后奔 把国民党搞成这样 把台湾搞得所有的人都反台 国民党委员纪活动跟我说 说台湾只有出家人对马银九不反台 那第二个是他要感谢马银九 因为马银九执政这八年 好歹搭建了一个两岸的交流架构 这是事实 就是从商通到来的法 这个制度化的架构 那这个制度化的架构 平均好一定会珍惜 而且希望继续延续下去 所以我们事实上很少批评马银九 尤其是两岸的部分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们刚刚那个建明兄 他以前在路由会副主委的时候 他就说那个时候他处理沟通都没问题 然后他一卸任 现在就出大问题 这是事实啊 ECFA他当副主委的时候 总共沟通了九个月 还包括两个中央候选人的东台辩论 辩赛转播 经济部举行了七八次的公厅会 大家都知道 可是服貌真的没有这个过程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事实上我先举一个例子 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一一二九啊 就是去年年底的那个选举 我们现在还在那个氛围里面 因为去年那个选举有人把它 它说成是这个淮海战役 所以现在好像民进党只需要考虑如何渡僵 而不是要考虑会不会渡僵 就淮海战役已经倒了 那是惨到什么程度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桃圆市 桃圆市人口有两百万人 这是很大的一个地方 在我们站在开票当天 他事实上不在现场 他到下午四点的时候 他的物料打电话给他说 欸你好像会当选 然后他就赶快冲到竞选桶路去 那结果我发现 有这个当选 如果居然没有写竞选敢言 当选敢言 没有准备 那我有一个投票 那在台湾也很有名的一个网路的 叫翟神 朱雪盒 因为他是桃圆人 他回去桃圆投票 然后他在火车上 跟一群年轻人一起回去桃圆投票 那年轻人都是大学生 然后大学生就在火车上 大部分都是蓝的 大部分都是蓝 因为桃圆市上是比较蓝的 那你写人不在骂国民党 然后就说这次一定要去背刺 不是养几刀这样 然后他们后来就跑去问出学人说 欸民进党人在叫什么名字 所以我跟各位报告 这种访谈的情绪 为什么会这么严重 我用几个数字来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总结 你们大概就很快了解了 台湾现在月薪在四万以下的人 占百分之六十八点七 月薪四万 也就是家户所得不到十万元 大概只有八万元 月薪三万元以下的人 有三百四十万人 台湾现在二十五岁以下的年轻人 十一百分之十四 百一九这日内从百分之十一 成长到百分之十四 然后我在 因为刚刚那个文件云兄讲到 事实上ECFA也带来了一些 两岸贸易的增加 这是事实 可是我们很多数据 不能只看一个方面的统计数字 我们台湾最近这十年来 GDP平成长了百分之三十七点五 没有错 开放的结果就是带来成长 可是薪资成长多少 薪资的增长是七点九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有两个部分在恶化 一个是很多生产都是在海外生产 那个钱并没有回来 所以他创造的就业是在外面 他没有在台湾赚到就业 也没有在台湾赚到投资 那可是新铁家是赚到钱的 那股市也赚到钱的 那另外就是马英雄从2008年当选之后 就不断减税 他把一阵税从50%涨到10% 然后开始减各种税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的租税的负担率 只有12% 全世界最低 中国大陆是19.4% 韩国是18% 香港 大家都认为香港的税低 香港的租税的负担率是13.4% 台湾只有12% 所以我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台湾现在的国民所得 有75% 租税的负担是薪水阶级在负 其实他只负担的25% 可是产出呢 产出是薪水阶级50 然后资本也占了50 那就意味着 这些有钱的人呢 他事实上少小的本来是25的岁 然后他有很多的投资 跟据会都创造在海外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大陆的薪水是不断的上升啊 平均一年可以 10%的不齿10%的方式在上升 那台湾事实上就是一路就下来了 那这个反应感受最深的当然就是年轻人 所以我跟各位报道 国民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没有办法了解30岁以下的人在想什么 而且也毫无对策 不知道怎么办 那台湾平均每年 产生新有权利的投票的人口是15到20万 你可以去想像 这一群人是绝对 我估计至少有8成以上不会投给国民党 不一定投给民进党 可是绝对不会投给国民党 结果这个氛围已经形成了 这个氛围啊 我觉得太阳话 你有时候看 也许看到投票人物很多都是主张台独了啦 可是50万人上街 绝对不是这个内涵 50万人上街 他的内涵就是 这年轻人看不到未来 简单不是这样 他不知道他怎么就业 然后他不知道 这个这个结果怎么改变 然后甚至年轻 年轻改革到现在没有处理 那这些年轻人未来的抚养率也会越来越高 因为小孩越生越少 那他的薪水越来越低 那他未来要养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国家的财政也越来越糟 满足平均执政7年 每年以负4000亿的方式 再累积财政危机 所以我在这里先跟各位做这个总体的一个分析啊 就是跟各位讲说 这个事实上不一定是两岸的问题 就是说啊 没有错啊 你刚刚也可以说 蔡英文有他的转勒嘛 我们当老师讲的啊 说 可是蔡英文他要不要去编的这个转勒啊 这个就取决于 你蛮久经由这个两岸的开放交流之后 所产生的经济结构 是一个好的结构啊 这个问题已经严重的被质疑了 严重的被质疑 所以如果说 这个两岸交流目前的这个架构 事实上连大陆都看到这个问题嘛 所以我们看到宋属于去见习近平的时候 那习大大也说三中一清的问题 那张志军来台湾也提到三中一清 那他也改变了他的拜访的路线 开始走三中一清 那媒体党就是主张三中一清了 事实上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广义讲就是说 三中一清 什么叫三中一清 就是中下阶层 中南部 中下企业 百分之七年 就是中三中一清的人口 绝对是多数嘛 你想也知道 所以如果三中一清 在两岸和平 红利产生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分配到 那这群人怎么可能支持国民党呢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你再问蔡英文 没有说老外 知道九二公司这问题不好解 不过我也跟张老师报告一下 小英绝对不会像2001人家回应嘛 他也在左国当中 那因为蔡英文法定成为民进党的候选人是4月15号 那4月15号之后 我认为他会提出一个比较正式的说法 那应该在六七月也会去访美 这也是事实 那我估计他在访美之前 那台湾的AIT就会跟他做疾病的联系 因为这次是晚正的 台湾讲211连美国并不认为小英国党选 可是这一次哦 这次我坦白讲 我还没有听到认为小英国党选 我到目前为止 我包括接触了大陆的朋友 包括美国的朋友 资本的朋友 我到现在还没有问过 认为蔡英文会落选 我还没有问过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总理氛围 就是说当你坏在你打完之后 那接下来是渡江渡的好不好的问题 坦白讲 所以你不要渡江渡到波涛汹涌 渡到喜大大下不了台 那两岸就变得很难 以现状的方式去往前走 这个就是我讲的 就是说我很确信 因为这个部分 我们也有部分的参与 我很确信 参与我们他这一次的处理 会相当负责任 波润会不会过关我不知道 因为美国的过关 跟大陆的过关标准不太一样 那肯定大陆是不可能支持民进党 这个我们的心思路 不过我们的意思是说 所以我刚才绒绒讲分意味着就是说 目前今年应该是选举年 那国民党目前的政党支持度 是稳定的落后民进党10%以上 稳定的落后 那国民党最强的搭档的组合 就是朱立伦大王欣平 那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大概有落后才能10% 那各得放这两个人不一定回答 所以我是来跟各位报道 就是说你如果是候选 你的策略一定是持盈保派 你怎么会去制造风波呢 因为这是很现实的逻辑 那只是说你不要制造变数 那这个变数当然就是说 我不要去折 翻了我这个现有的支持结构 那第二个我当然也不希望大陆 下不了台 然后照常两岸翻脸 然后不得不做出大动作 这个大概是没有错 所以主线一定是 整修内部 那两岸暂停营业的状态 那个暂停营业 坦白讲 連国民党都暂停营业 我都不会报道 两岸前一千多条例 国民党没有立委优先法案 这个会起 但更不要讲福报 国民党不太烈 国民党说我要立委 那我立委怎么选 他还活在区别的意义当中 可是蔡英文因为他要去美国啊 他就指示立委员 他就说 你把监督条例给我列入优先法案 所以 监督条例优先法 那个良心的监督条例优先法案 来自行监督条例 所以你当然要提出监督条例 所以我觉得 你看他做这个动作 就以来的他也是在做做做做做 他知道有一些东西要建立 那可以 才能够再往前走 可是我对两岸暂停营业很悲观 我觉得这个坦白讲是一念之间 就是 没有错 你可以想的很悲观 我当然知道两岸暂停营业 那外交海啸一定会出现 这个我完全同意张教授 那外交海啸事实上大陆要不要做 也是一念之间 那不是他能不能做到 大陆做得到 可是产生那个后果 对大陆好不好 我觉得大陆事实上 坦白讲大陆的智囊很多 他们对各式各样的可能局面都想不到 我是觉得未来可能就是要 诚心面对我 我取了事的心 我认为这是两岸心动力的开始 第一个就是澄清 澄清 那澄清是什么意思 澄清就是 大陆越来越决大 大陆的崛起 引起了台湾内部很严重的 被并听的恐惧 这个非常现实 非常的现实 那 也有被并化的恐惧 所以刚刚跟各位提到 比如说ECFA 那个建平兄 一直在说民进党法 反对ECFA其实没有 是因为 民进党并没有反对的货帽反弹 是因为你福报还在前面 造成了很多困扰 因为福报是一种侵入式的交易 你服务一定要到台湾 那货帽只是进出口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全世界的政府TA大部分都是常货帽 很少人把福报还在前面 而且货帽在台湾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 所以很多都是民进党的权名 说实在话 不过我在这里是要跟各位讲的 就是说 民进党对ECFA的思考不是反对 不是这样的意见 而是说 我如果跟大陆签了ECFA 然后东方加一或加三 也取决于大陆同不同意 那万一你不同意呢 那我不是锁在中国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就是诚心的问题 我为什么说诚心啊 因为台湾这个大优是真实的 真实的 而且在台湾确实说过很多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大家就讲白了 就是说 大陆真的因为帮台湾一把 我们把ECFA签完 可是呢 同时也公开说 愿意支持台湾加入东方加三 因为RCEP在今年会慢慢浮上台面 可是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讲白了 那问题就会很大 还是会继续争吵下去 那因为今年八月 韩国跟中国的FTA的内容 就会慢慢浮上台面 那这个一定会造成台湾内部的教育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现实状态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大陆是大国啦 对台湾用什么方式 我觉得会要从比较远的角度来思考 就是跟台湾怎么经营好 比较长远的关系 那第二个就是爱情 我第一个叫晨曦 晨曦 晨曦就是面对问题 你面对人家的恐惧跟边缘化的焦虑 第二个就是爱心 就大陆 也可以跟台湾好想 比较这三中兵性的问题怎么说 就两岸的交往 和平红利 这都是事实 可是真的是少数人获 那怎么样让这个东西普及化 那这个要 大家要去努力想一些 有别于国立党的做法 那这个恐怕要 一定要接下来要谈 再帮我谈出来 那如果说 大陆这边始终拒绝 跟民进党做正式的交流 那你当然就不会得到 三中一清 比较有效的情报 因为民进党就是 最能够代表 三中一清的政党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三中一清的人口 注定是占台湾六成五以上的人口 你要不要面对它 那第三个就是耐心 我觉得政治问题 刚刚我们张教授还说 这个怪马已久 说他处理经济的同时 应该处理政治 我跟你讲 他如果同时处理政治 他民调是百分之五 这就是要耐心 坦白讲 我们这个经济交往到现在 也三十年了 我们还缺很多面的交往 社会面也要交往 文化面交往 各行各类的交往 大陆不要怕 大陆在怕什么 大陆是大国 崛起的大国 崛起的大国要更有自信 所以我是认为说 先经后政 先前方为了交往后政 这个是合理的 你要让台湾的老百姓 改变对你的想法 否则 或者 我认为在目前做的是 以目前的这种 年轻的老百姓 四十岁以下 这个部分我非常有把握 他对于大陆的看法 真的很容易陷入 就是你要辨论我 那我未来可怕 就会逐渐失去自主权 等等这些想法 那最后一个 我说叫决心 决心就是大陆对于 一些重大的政治议题 要提出新的做法 比如说 你总要愿意对中华民国 你总不能说中华民国不存在 因为我的身份证上面 就这样写 那你即使可以消灭掉 我现在仅存的二十二个邦交国 我中华民国还是存在的 那这就是实质问题 比如说张老师在问我 你要不要接受一种 我让我接受 我接受一种两国 那你这样听得 你不用高兴 可是你不能说中华民国不存在 不是吗 所以我就说 你必须是在处理中华民国的情况下的一中 那这样也许就可以有讨论的空间了 那这个就会联动到 所谓怎么在国际上处理中华民国的问题 所以我这个人统协自由 诚心 大家真心面对台湾的交易 那是否来解决 爱心 大家共同来解决三中一期的问题 耐心 经济跟全方面的交往 应该要先以政治 那最重要的是决心 我觉得大陆真的要有政治的新的思维 以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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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全是都已经确定不会所带来天 但是做法上 因不同的 考虑合私的需要 总是要表现 所以目前的情况是 这个共识 就是没有监督 就没有服务 没有监督 所以监督条例 没有人敢准备 他要站好 但是实际上监督条例 什么时候会通过 优先法案是 这个政令中提到 是民进党提出来的 但是国民党为什么不略 优先法案 他们认为 这个先监督 在立法是上当的 但是如果那时候 同意有监督才有立法的话 这个写印 它可能不是 在台北 也不可能只是 在立法院或行政院出事 可能会更严重 所以政治其实是很现实的 现实的都必须是聪明的 不要以为马英雄不聪明 若马英雄不聪明的话 他服务后 对他来讲 就有历史定位 他为什么要中途合备 所以这是一个现实 这个现实 客观的决定力量 往往是超过主观的意愿 主观的意愿 也就是说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感不上变化 计划感不上变化 所以监督条例在立法院 被林区党团类为优先立法 优先的这个法案 但是国民党为什么不提出来审查 在学校的时候 国民党怎么讲 你们提的优先法案 就让你们来阻损 废话 立法院等是谁 谁阻损 这什么阻损 即使为人通过了 还是要到院会 院会谁阻损 所以说 那你明天是提假的 所以你说 你不是真正要这个监督条例 所以 你这个没办法衰竹人命 你不是有监督 就有个立法 你只是投赁战术 这是国民党的说法 但是既来兼立委又显环 而且你在国会 又是这个主席院长 又是高速 你为什么不审查呢 你口案就排审查嘛 你说排嘛 现在就在这样 我不再高速了 所以 可能 这个大街道的算计算什么 监督条例 民进党说 我没关系 但是我除了要审查 我又有立场 我一定要过敏 但是国民党呢 当我万一审查 东中捕述什么状况 超乎掌控 那影响 我就是这个立法委员的 个人的选举怎么办 所以现在就是 克兰刑事决定了 这个政党跟政治转任所向 这已经形成了 也就是说318为什么重要 318本身 这个他本身的力量是有限的 但318所带领的社会力量是相当大的 这包括刚才这个政党中所分析到的这个三重疫情的一个社会力量 不只这样可以 整个结构都在改变了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提说一定会变动 那一个变动是改革的必要 也是改革后的地长 可是 为了这个改革成功 你必须有安定的前提 这些前提呢 是什么 是内部做比外部 所以 而且这个内部做比外部 不只是还有内部问题 中国没有内部问题嘛 所以人们都要先应付解决内部问题 就这个很清楚 这很清楚 所以2016表面上形式上的这个政党分配等等 应该是定局的 但是啊 这个三一八代表的是 国民社会对政治社会的反动 也就是政党两个政党都没有真正取得人民的信赖 所以 在两个都不是国民社会所信赖的形式之下 一个 最不信赖的甚至别人的时候 结枉了 那一个人说 还有希望 哎 留下查看 你好努力 就是这样子啊 这种情绪是想 那有些人说 那既然国民社会 对现在的政治社会 不满力 那是否有机会呢 所以就冒出了 所谓第三司令说 那这个时候 柯文哲先生 他以证明 政治素人 一桶前 那有些人说 他是第三司令 但国民党第一个马上说 我没有第三司令 那是这个 那是假的 那是这个 包装的 隐姓的 这个民进党 是这样讲啊 所以那大家都 香港的消息最多 台湾的消息 我不用再重够 但是 死不死分析 他的卖动 这很清楚 这很清楚 如果真的说 马英九做得很好 做得很对 只是做得不过多 没有这一个 到时到他也在的目的 那就继续做看看吧 或者说 请朱立伦 你先当住起来 那你就把花眼帮他担当 他担吗 他担 这不是我跟他相说 担不担 而说 客分形式可以了解一下 马英九不是基層出身的 朱立伦是基層出身的 王金平是基層出身的 吴敦也是基層出身的 基層有两种 一种是可以骗 可以有没有 一种呢 是绝对跟你讲真 绝对跟你讲到你的 这些人你骗只是一死 只是部分 所以 大家要面对 台湾民主化的一个新的 非常确定的社会形式 就是人民的力量 这很清楚嘛 所以 未来的总统选举 大家都会重视民意 都很重视整个民意的这个 这个脉动 这很清楚 那现在民意的内容 在两年内会大改变吗 不会 国际形势也不会大改变 虽然说波动很厉害 但是国内形势也会大改变 不会 因为等改革 所以反改革 阻碍改革 让大家认识说 他是一种势力 他是传统价值的维护者 他就要被淘汰出去 所以他就要求心 所以反而我用心 拗 来期待他 期待他的心 没有心 就有希望 就是很清楚啊 连西安港都已经感受到了嘛 这个战中 不是一个很清楚的 跟台湾迈动 产生的互动关系吗 很清楚啊 所以这面对这种新的形势 要当为了领导者 不要当过期的 这一个狼家者 过期的狼家者是有上和下的 现在为了领导者是有下和上的 那下是什么 台湾的这一个社会结构 经济结构到现在 从今年开始历史的分岁 怎么讲 台湾的劳动力的 可能就是15岁到64岁了 从今年开始 每一年 会以平均18万人的速度才减少 台湾的缺工 会严重 所以台湾如果在 这一个提高劳动力生产力 提高资本效力 提高技术密集度 国际经济力 这一个面向没有提升的话 台湾的台商会继续架势出走 他们出走已经不会到中国去了 回到其他国家去 这都是新的形式 当台商这一个家族 到其他国家去的时候 代表什么 大概也比较就像 这几年很明显的 虽然说我们的邦交部 减少了 但是我们的签证的国家 越来越多了 在这十年里面 或者说这五年里面 签证最多的 或者说没有进步的 就是香港 你看以前的香港 签证多的东西 现在回到香港是多困难的 这个世界啊 免签啊 你香港有给台湾免签吗 美国都给台湾免签啊 日本都给台湾免签啊 美国都给台湾免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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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香港不给台湾免签啊 是不是这样啊 你会有关卡啊 不是不能来 没有免签啊 不要签证啊 但是到其他国家去不用免签啊 我到日本到台湾 所以只到那边去 都盖个帐进去了 到时候我是一样啊 所以在一种 我不是这个 这个政治的评论家 是不是 所以我会说 用政治理论的角度 或者政治分析的角度 去把你整理很多 但是我抓住那个著作证明 上次里面我是新经济的 不能再满足新的经济 需求的任何政治形式 任何政治的这个想法策略 通通会被淘汰 就这样很简单 然后未来的趋势 两岸 内部 都面对新的经济的需求 这经济的需求 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这很清楚 就这样 所以这个 你从这边看 那如果说你主 你主控的力量 你这个主控的力量 超过客观行事系统的话 那你从内论 你从内论 内论的结果 你人民不是不痛苦 经济不是 就是更恶化 就是政治更不安 就这样很清楚 所以不是说一定怎样 但是我认为比的 会怎样 所以他讲 必然为政党文替 好 结论是这样子 我帮他做结论 那么我们知道 再教授 明天了 就必然为政党文替 您同意吗 我觉得今天 我也这样的感觉 在外面 听民进党的人讲话 都会稍微比较安静一点 我感觉跟他们在台湾讲的 好像都不太一样 我也可能是这样 我很惊讶的情况是这样 不过我刚刚提的 我觉得今天重点是这个 我听到很多的 对马总统的批评 我们四个都批评 我包括在内 批评也很厉害 也对大陆批评 大家这里都 其实哪里这两方面都有共识 都对马不满意 对大陆也不满意 可是今天我觉得 重点是大家关心的 明年可能执政 我觉得多数也都觉得有可能 可是重点是 民进党面对执政 你的政策是什么 在台湾我们听到一个名词 我不一定同意 叫做蔡空心蔡 都知道它的政策是什么 今天我听到现在 好像也没听到什么政策 我是作为一个台湾的国民 我比他关心的是这个 假如明年万党执政的话 两岸关系 当然和平 刚刚委员讲的话 谁不要和平 可是如何维系和平 请明年要当选总统的人告诉我 你如何保证 中国大陆跟你的和平 我每一个人当和平啊 和平不是你讲白的 你要争取来 马总统就说我有三部三部 我有不同不独不五 这是给台湾内部的 可是我有九二共事 两岸建构了一个和平的桥梁 请蔡主席告诉我 你的和平是怎样建构 我坦白说我有点担心 一天到谁会反对和平 然后刚刚郭教授也讲 不要担心了 我们福帽福帽 福帽可能不一样 福帽一定不会反对 我在台湾听到好像不是这样 我跟你报告 我自己在路委会服务 到今天为止 我们送二十一个协议送到立法院 民进党没有一个同意 我跟你报告 你大概不太知道 每个很多数的协议都不需要修法 就送到立法院去合备就可以 没有一个民进党同意合备的 到现在全部都自动成效 因为它不合备 招了三个月 它就自动成效 没有一个民进党是同意的 所以跟你刚刚讲的说 民进党都同 每一个协议基本上都同意 我看好像实际上 所以我都知道 会通过 不是这个 也不是这个样子 就说 这法好了 蔡主席当初讲的是包子唐衣的毒药 蔡主席当初的这个用法 包子唐衣的毒药 那今天他说 盖瓜陈寿 就说你要告诉我们 你的立场究竟是什么 假如你要接受货帽的话 我很高兴你要接受货帽 那如何去签订 假如你不同意 走二公司 如何去签 你当然希望两岸继续交流 协商 谁反对 陆克当然继续来 可是习近平讲得很清楚 没有政治基础的话 地动山摇 那你海鲜会如何跟海鲜会继续交流 以今天的协议 人家都讲都是在这样 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下继续执行 你如何执行 我感觉很一千年一百个问题 拜登蔡主席 你给我们一点点答案 我们蛮担心的 那我现在听不到一个答案 就是说 我要两岸和平 我要对话 这个我们都知道 谁要两岸玩家吗 谁要两岸吵架 谁要不和平 可是你怎么样 拿得到做得到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然后就说 从台湾到国际上 亚洲新在签讨RCEP 刚刚也郭教授说 大陆做一个公开的承诺 其实大陆已经承诺了 大陆一直在讲 见面的时候讲 如何伤导两岸的经济合作 跟台湾加入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问题 你看 是讲得非常清楚 你两岸签了 以后就可以去谈那个 不是没有讲 他一天到晚在讲 缴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愿意继续 好 像刚刚郭教授是这个意思 希望台湾 如果两岸有了金爆的 有什么料 比如说是火帽 或者怎样的协议 所以可以保证台湾 加入东亚区 现在一加三万化石 这样的一个区域经济整合 假如希望走到这样的话 我个人也很开手鼓掌 可是请你继续告诉我 如何达到 假如你也没有九二共识的话 你如何走到那一步 就是说这里中间一个海峡 你怎么划过去 然后你就是我们到对方去发展 对方的市场远大 然后亚洲共同向的一个创造 我们创造很多的利益 我觉得我们中间很大的鸿沟 民进党做一个反对党跟执政党 执政党也叫政策呀 好像有一个很大的鸿沟 然后现在每一个都讲 明年我一定当选 我觉得这个我也讲我也怕 谢谢 是我想我们再说 我两位绿营的民进党人士 要把这些话带回去 但我们讲的张教授 您是什么回应 简单的回应 第一个我要在这里回应 就是说我们徐伟 跟郭教授 在民进党里头来讲的话 他们算是比较开宁 也算是比较有弹性的 他们比较 像郭正亮教授 我觉得他是比较 希望参与为因的良恩对策 所谓的中国政策 作业软件的 但是生事主流 我们知道 这样现场提供的原因 也是希望他改变 可是是不是主流 也有成问题 因为现在太 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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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可以跟着他改变 所以他的观念会不会改 我是觉得蛮反应的 我在这里 说一句 蔡英文是我的学生 他做陈水扁的 路委会主委的第一天 是他今天星期一早上上了班 所以我去打电话给你 他说他不是台主 不是民进党党医 他做一年他就交办 现在是没办法 当然可能他跟我讲文化是 当时他真的怎么想 可是事实上也能看他 他也加入了民进党 他也是台独 而且是生日 朱立倫也是我學生 是她認我的 因為我不認得她 她快執行 那我是到外市去教這個共同科目 所以認得她 那個蔡英文來講的話 我覺得她要轉變她的一個 對中國大陸的看法有一定的困難 今天她有一些就是說動作 這些動作其實我也寫過文章 我說蔡英文 你要轉的話 第一個要從哪個地方轉 第一個就是把監督條例和服貿協議 放到這個會議裡頭的優先答案去寫 你趕快推動它 你不是說監督條例立法了之後 就開始來阻攔服貿協議 這個其實對民主黨沒有好處 如果你蔡英文聰明 你趕快把這兩個法案讓她經營通過 第一個你去這個美國口試的時候 你說你看我有權益啊 我戰爭兩岸這個機貿交流啊 所以這個服貿協議 貨貿協議我都願意通過 你用行動來證明你會幹 這是一個很好的作為的方式 另外呢我們看到 但是你知道 服貿協議 貨貿協議幹 是不是證明說 蔡英文一個大陸政治局委員長 我覺得不會 她的算盤是說 今天我如果在立法類裡頭 推監督條例的立法 或者是服貿協議的審查 你國民黨沒有理由來背給我啊 你這個東西都是你同意要做的啊 那好 國民黨如果再贊助她 把她通過了之後 那蔡英文她當選了2016年 這個好總統我次為之啊 我還是一樣的反久了共識 我還是一樣的搞台獨 我不搞法理台獨 那個民火急障帶來的危機太大了 但是我就是搞中華民國式的台獨 我不知道民進黨會黨的東西 曾經就是有深吃平安的每一位 就是勸蔡英文的兩岸政策 就是向國民黨靠著 因為國民黨什麼 國民黨就是陸台獨 是B型台獨 也就是中華民國式台獨 所以蔡英文可能是 往中華民國靠 那這樣是不是最好 那至少就是向國民黨要 找一些台階讓大陸這樣好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看出了這個危機 就是說蔡英文不是誠心要 做兩岸政策的一種轉變 而是藉著我國民黨的手 去幫她把這兩個法案通過 把法案跟協議通過之後呢 2016年蔡英文都可以上來說 所有國民黨跟大陸所簽的這個協議 我都帶過承受 這是她的想法 所以國民黨現在就是 也理解蔡英文這個私心的想法 所以國民黨說 那我正推 幹嘛我要把這個人情做給你 等2016年選好之後 你要追你再推嘛 那個時候我規定 我也不想推 所以這是兩岸各也算幾年 所以今天不能夠對你們說 蔡英文做這樣的什麼 是表示她兩次會有所變真 所以我覺得大家看詩 我們可能要看到她深層 她背後有些想法 謝謝那個文科大長 好 現在是來 恭喜講背後 你講一些內幕吧 我是很不同意說蔡英文是通心菜 你可以說2011年她去美國的時候 她提出台灣共識這種打法 美國認為不去 這我同意 因為台灣共識是台灣內部的程序 就等於大陸所問 這我同意 可是我認為她今年會很嚴肅 面對這個問題 她保證不是通心菜 一定是包心菜 這個 事實上 我是覺得這個 我們建民修 這個陷入國家長的我值 就一定要用四個字 就有共識 不一定啊 那我隨便講 我隨便講 我隨便講說 這個是我的講法 我說在現有基礎上 可以嗎 那你如果再不滿意 我說在現有政治基礎上 還可以嗎 那請問現在現有政治基礎是什麼 你說得清楚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很多事情 不要陷入我值 九二公司當年有必要 2008年有必要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是要開創新曲 那個時候是滿意 就要建立一個制度化的架構嘛 所以7月4號就刪空了 接下來就現了21項協議 那這個東西已經存在了 那現實是說 這個存在的東西 我們要不要繼續下去 那你如果就陷入我值 說這個沒有九二公司 就搞不下去了 那你是在自己找麻煩嗎 這個就取決於就是說 我如果說我願意在現有基礎上 我們繼續往下走 事實上你現在在講九二公司 就是我們現在也沒有真正想看 也沒有啊 就請問大陸實質得到什麼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這個東西又回到事情的本源 那就是說 我如果說我願意接受信仰的基礎 我願意代表他承受信仰的成果 那我希望批判的信仰進程 因為既有的產生一些問題 你你認為我這樣還不夠 那你認為我應該說什麼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是換到我應該說一中是不是 那說一中還是民進黨嘛 我坦白說 你要是我講一中 我就講我主張一中 那你又不發現 那這大家都在玩文字遊戲 每次都是作文比賽 所以我說現在你要解決什麼問題 才是你核心問題啊 2008年我認為九二公司是必要的 2016年是不是 也是 可是不一定用這種表達方式 而是大陸要不要把現有的基礎 繼續往下深挖 那要如果說餘地長實證是很容易 那你要不要跟餘地長打交道 當然你可以不打交道 那就是花椒海嘯嘛 都從海嘯都來 可是這樣對你是比較好的結局嗎 我覺得大陸會有更大的思維啦 我對習大陸是有信心的 謝謝 我們今天在做的兩位民進黨人士呢 都是對於這個政黨人替的非常有信心 可是呢就是說在政黨人替是一個民主的常態 沒有什麼可以驚奇的 有一個笑話說 有一個富翁去見禪門的師父 他說師父啊 我的太太對我非常凶悍 我的小三對我非常的溫柔 我應該怎麼辦 師父開示他說 你放心 這個在野黨上了台都一樣 這個青天獎呢 馬英九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經濟不好 對這個青年們的問題沒有徹底解決 那如果政黨人替了以後 那麼民進黨是不是能夠徹底解決這個部分 我想這就是一個對民進黨的挑戰 當然到過這一關 最重要的是久而共識 我們在這裡如何變沒有用 就看北京的起決 北京的態度是關鍵 是非常的關鍵 那麼今天呢我們這個論壇 我們很高興還有這麼多人 到現在 跟我們維持到最後 我想這樣的一個思想的激動 讓你了解到為什麼民進黨有這樣的思維 為什麼國民黨會批判民進黨 我想今天呢 我們也是維持了擦出火花 謝謝各位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